结婚三周年,老公抛下我跟回国的白月光见面,我转头就约了别人,结果在餐厅撞上了,他看着我身后的男人,眼神晦暗,脸色阴沉,我朝他扬眉,挑衅意味十足,搞笑,这年头谁还没个白月光了,白淑雅回国了,这消息是我从他的朋友圈看见的,他和程燕是同学,我和程燕是夫妻, 所以我们的共同好友其实不少,他一发朋友圈没多久,底下就一群人评论说要给他接风洗尘,他一一回了改天,我是看着他的评论冒出来的,然后下一秒,程燕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有事不用等我吃饭,然后就挂了,我耳朵还没误热乎,就看见跳回的界面李程燕给白淑雅的朋友圈, 点了一个赞,我挑了挑眉,几乎立刻就知道程燕说的有事指的是什么,她估计是马不停蹄地去见她那位白月光了,程燕是不是忘记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专门在云中景餐厅定了位置,想要和她一起过,结果白淑雅一回国,她就抛下了我, 我郁闷了一回,气归气,钱不能白花,于是我从通讯录里滴溜出一个电话,拨了过去,喂,有空吗,请你吃饭呀,我家和程燕家是世交,我和程燕也算得上是从小一块长大,但我们和普通的青梅竹马不一样,我们没喜欢上对方,反而十几年来都在吵闹中度过, 我一直觉得,比起做夫妻,我们可能更适合做姐妹,但是没办法,因为两家的关系,我从小命运就和程燕挂在了一起,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它导致了我对程燕有逆反心理,程燕高三那年,喜欢上了白淑雅,在她计划表白的时候,我跟老师家长举报她早恋,将她的告白仪式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后来白淑雅出国留学,程燕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我们见面的时间也大大缩减,但我从很多人的口中得知,程燕一直没有谈恋爱,我那时候小,不懂自己这个恶作剧的行为在程燕心里留下了怎样的遗憾,直到我也喜欢上了一个人,周云,在我打算写情书跟人家表白的时候,她收到了国际学校的邀请出国进修, 要不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程燕有白月光,我也有白月光,程燕的白月光出国了,我的白月光也出国了,从那以后,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也理解了为什么程燕大学四年来都没有谈恋爱,所以我大学毕业嫁给程燕后,我就跟她真诚地道歉了,对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个人,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人,我知道这场婚姻都不是你我的本愿,但还是希望我们以后能彼此忠诚,相安无事,就像跟你的合作伙伴一样过下去,程燕听着听着,忽然皱起眉,好看的眼睛微眯盯着我,她比我大四岁,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创业一年了,并且在青年创业领域内有一番小成就, 等我大学毕业后,她就成为了佼佼者,从程先生,变成了程总,她那种尚未人世的气势和威压哪里是,我这种刚从象牙塔里出来的小菜鸟能忍受的,所以我没忍住打了个哆嗦,你不想娶就不娶吗? 但是,你既然娶了我,你就算有喜欢的人,没娶到,也不能在外面乱搞,这是我的基本准则,我硬着头皮跟程燕说,并且威胁她,而且成爸成妈说了,你要是出轨,就打断你的腿,不知道她是不是听进去了我的话,认真的盯了一会我之后,程燕的眉眼忽然舒展了开来,知道了,程太太,我那时候才二十二岁, 总觉得,太太这个词老气且难听,但不知道为什么,程燕念出来的时候,我居然觉得她暧昧得有些烫耳,和程燕结婚的日子比我想象得要好,我们的关系似乎没什么改变,除了称呼对方吧,妈少了之前的姓氏,而且三年来,程燕也没要求我改变什么,我婚前是什么样,婚后还是什么样,程燕比我大, 思想成熟,稳重睿智,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撇开爱不谈,她是一个很完美的伴侣,但现在这个伴侣,要变得不完美了,程燕在我们结婚的三周年纪念日抛下,我去见了她的白月光,我郁闷归郁闷,但也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怨妇, 于是我约了另外一个人,哦,忘记说了,这个人就是周云,她也回国了,搞笑,这年头谁还没个回国的白月光了,二十分钟后,我在餐厅见到了周云,几年不见,她比印象中的更加清雅,温润了些,秋燕,她叫我的名字,在我的对面坐下, 我们俩寒暄了一会,周云问我,今天怎么有空约她,我当然不好意思告诉她,其实我今天是被程燕爽约了,才临时约的她,只好打哈哈,想着你回来好几天了,说好请你吃饭的,周云文言,也没有拆穿我,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周云其实和程燕是大学同学,那时候程燕创业,毕业后直接开公司, 周云则是留校独言,我也是那个时候才认识的周云,周云也知道我和程燕是青梅竹马的关系,她没提程燕,和我聊起了近况,气氛逐渐和谐融洽的时候,我们旁边响起了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燕燕,你怎么在这,这声音,有点熟悉,我转头,一眼就看见了白淑雅,虽然快七八年没见了,但我还是认出了她, 她那个时候和程燕走得近,见到我时和我打招呼就叫得烟烟,我那时候还挺喜欢她的,但现在我只看了她一秒,剩下的目光都落在她身边的程燕身上了,程燕也看着我,她身上穿的还是我今天早上给她准备的衬衫领带,程燕长得好看,不是那种温润的美,她高且挺拔,眉眼灵力深沉, 整个人气势很沉很稳,平时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总觉得里面深沉如海,暗潮涌动,就跟此刻她看我和周云一样,脸色阴沉,眼神会暗,程燕生气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触她的,但我不能怂,所以也仰着下巴瞪着她,看什么看,以为只有你有回国的白月光吗? 我们俩眼神暗自交流了几个回合,白淑雅注意到,笑着解释,我今天回国,约了朋友,和程燕一起,哦,不知道,没兴趣,不了解,我直指对面的周云,我也约了朋友,周云不认识白淑雅,但是她认识程燕,于是她起身跟程燕打招呼,程燕,好久不见了,程燕看她,声色淡漠,是好久了, 有六年了吧,你也刚回国,是,周云浅笑,程燕没笑,视线又落在我身上,但我转头当没看见,白淑雅见我们三个都认识,问程燕要不要留下和我们一块聊一下,我虽然没看她,但耳朵一直注意着她那边的动静,过了几秒,我听见程燕冷冷地说了一声,不必,然后她就静止走了,白淑雅, 她见状,朝我们歉意地笑了一下,然后也走了,我们这边重新安静下来,好好地氛围被打破,还被程燕如此无视,说没怨气是不可能的,我恨恨地切着牛排,周云看我一眼,开口,你和程燕是在一起了吗? 我诧异,没想到周云如此心细,但我此刻正在气头上,我咬下一口牛排,马上就不在了,说实话,我其实挺信任程燕的为人,我不相信她会出轨,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对白淑雅旧情复燃,就今天晚上这个架势来说。 我觉得有必要防范,于是我决定先发制人,我没心思和周云再吃下去了,只好抱歉先离开,周云表示理解,回去路上我正在预练台词和情景,准备程燕回来就和她摊牌,结果到家发现,程燕居然比我先回来,并且已经在客厅等着我, 我看看墙上的时钟,好奇程燕回来多久了,然后程燕就开口了,回来了,吃得开心吗?相信我,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问候,程燕的语气有种诡异的平静,让我想起了去年我半夜起来偷吃冰淇淋被她抓到的场景。 我哆嗦了一下,嗨,还行,程燕目光漆黑,她起身朝我走近,拎起了我肩上一缕发青秀一下,周云送你回来的,不知道哪里吹来,一阵阴风。 我直觉程燕在兴师问罪,向右挪了一步,拉开和她的距离,耿着脖子应对她,要你管,下一秒,程燕就定住了,她眼底情绪变化万千,最后化成一团浓墨。 你为了周云凶我,我哪有凶她,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不满,程燕没理解到我的意思,见我沉默,气得轻哼了一声,也是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回国,也难怪你这么魂不守舍。 秋燕,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不是,我哪种人啊,我怎么了,这话她说的是我吗,说的不是她自己吗,这个锅我不背,我和程燕争论起来,今天是我和程燕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本来她忘记还抛下我去跟白淑雅,见面我就够委屈了。 现在她居然还这么说我,我脑子一热,一股脑将自己的怨气全部发作了出来,控诉到最后声音忍不住冒出了哭腔。 你是人吗,明明陪白月光去吃饭的人是你,你还忘记了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你还这样说我,我这个人吧,有点毛病,就是跟人吵架的时候,一旦觉得自己委屈了就容易哭。 我本来不想这样的,但生理反应往往比心理反应更快,之前吵架我也不是没掉过眼泪,但跟现在这样的还是少见,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程燕这人对我的眼泪最没办法,此时此刻只能先救着我,听到最后她逐渐觉得不对劲,皱起了眉头,等等你说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不然呢, 你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记,她居然还有脸来问我,我瞪了一眼程燕,程燕没了一会,我记得是下周三,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我,是,是吗,程燕沉默,她转头进了卧室掏出了我们俩结婚的红色小本,您要不要再看看,我定睛一看,呀,确实是下周三,那就是我记错了,突然觉得今天晚上的自己是个小丑, 我再也哭不出来了,眼泪在脸上还没干,气氛有些尴尬,程燕叹口气,静静地看着我,是到如今都进行到这了,不继续下去总觉得有点不对 于是我决定发挥我无理取闹的精神,那什么,我刚刚只是想要考验你,就算还有一个星期 我的礼物你准备了吗,我只是随口一问,毕竟程燕要是没准备,我就能借口伤心地跑回房间,再给程燕安一个,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的罪名 没想到,程燕直接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之前在法国给你订的项链,今天刚好到了,她还真准备了,这就没办法,纠缠了 程燕看着我表演,挑眉反问,我的礼物呢,丢了,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程燕,今天她打完电话给我,我一时上头,就丢了,我结巴道 这,这不时间,还没到吗,我,我说,程燕也没说话,她目光漆黑,眼底却凝着一样的光网,直勾勾地盯在我身上 跑,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我刚冲出墨一步,就被身后的程燕一个长臂揽腰,直接原地抱起 她抱着我轻而易举地转了一圈,把我堵在了沙发上,没准备,所以你不但忘记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还跑去见了别的男人 程燕的气息太具有压迫性,我避开她侵略的视线,又被她捏着下巴转回 她的目光,从我的左边转移到右边,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她搜刮了一个遍 我,我买了新的睡衣,我慌忙,开口,程燕眉尾微微动,那是她感兴趣的征兆 我知道,我的睡衣要完了,虽然三周年纪念日的事情是个乌龙 但一大早起来,我还是怨气,十足,我肯一口面包,瞪一眼对面的男人 程燕慢条丝里地往吐司上抹蜂蜜酱,她动作缓慢优雅 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却惹得我口干舌燥,一直看我 你也想要,程燕清冷的声音响起 我回神,猛不丁对上她意味深长的眼睛,浑身抖了一下 立马波浪鼓式地摇头,赶紧吃完,送你上班 程燕咬了一口吐司说,我低头哦了一声 我毕业嫁给程燕后,没找其他的工作 直接进了程燕的公司 虽然我和程燕是夫妻,但在公司没人知道 每天早上,程燕把我送到离公司200米远的路口停下 然后,我再走路,去上班 这些年来,倒也没被人撞破,我们俩一块 这回照常,我从下车的地方走到公司门口 身后,忽然有人叫我 邱嫣,我转头一看,居然是周云 我有些意外,你怎么在这 这次回国是公司外派 我们过来谈合作的 让我惊讶的是,周云他们要合作的公司 居然就是程燕的公司 我和周云边聊边往电梯里面走 周云说,你也在这里上班 我点点头,那你 他还没说完我就嘘了一声 我小声开口,公司的人还不知道我和程燕的关系 哦,周云表示理解,还跟我说会保密的 我笑得弯起了眼睛 随即跟他介绍起了程燕的公司 虽然程燕这个人骨板又冷漠 但是他管理起公司来还是有一套的 而且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员工资历都不错 我说了很多,其实就是想让程燕和周云公司的合作能够稳妥一些 周云微笑着听我说话 这时我们后面又响起了声音 程总,跟我们一起等电梯的员工看见程燕纷纷打招呼 程燕点头示意 他不怎么笑 整个人看起来声人物尽 气场又强 我也看向他 程燕的目光从我身上淡淡掠过 然后又停留在周云身上 程总,这回周云换了一个称呼 程燕淡淡汗手 他身后的人和周云团队握手问候 有人按下了程燕专门坐的电梯 几位请 周云团队和程燕他们进了另外一部电梯 周云进电梯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朝他挥了挥手 刚放下就接收到了程燕那刀子式的目光 程燕和周云他们在会议室待了两个小时 出来时我看他们表情轻松友善 看来这场合作应该谈得还不错 果然下一秒我们主管就过来了 因为此次合作需要我们部门配合 所以在合作期间公司会辟出一块地方 给周云他们做办公室 也就是说 接下来几个月 我们要和周云他们一起办公 这也是为了合作更好的进行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都打起精神来哈 程总说了 到时候少不了大家 好处 办公室内一片欢 呼 没一会成燕的秘书 就带着周云他们过来了 主管给他们指了空出来的办公区域 几位随便做 有什么需要和我说就好 周云团队的人道了谢 特别是周云 他礼貌谦和 长相帅气 斯文儒雅 一进公司就引起了办公室 女同事的注意 如今要和他一块办公 大家都盯着他 迫切地希望周云能选他们旁边的位置 我对他们做哪没什么兴趣 正专心看电脑上的报表 忽然眼前一阵阴影 头下 秋烟 抬头一看 又是周云 他选了我对面的位置 这里有人吗 没有 那我坐这了 我点头说好 周云微微一笑 合作期间还请多多指教 我说好 但其实我心里有些范嘀咕 毕竟我只是一个干活的 真称不上什么指教 周云在整理自己的桌面 时不时和我搭一句话 我应着应着 忽然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 左右环顾了一圈 正好看见斜队面 成宴办公室的百叶窗晃动了一下 我经过几天的共处 公司的人都发现了周云和我走得近 一下班茶水间就有人问我和周云是不是认识 我诚实地告诉了他们周云之前是我学长 我刚上大一入校的时候 他帮我搬的行李 可能第二天就传起了我和周云的绯闻 开玩笑 我现在可是有夫之妇 我老公还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咧 不过说起成宴 他今天中午好像没怎么吃饭 我找了个楼梯间给成宴打了个电话 那边很快接了 声音冷冰冰的 他这人一贯这样 好在我习惯了 成宴 你是不是没有吃午饭呀 那边没说话 但是我听见了一声轻哼 奇怪 好像是生气了 秘书没有给你买吗 不饿 成宴说 不饿就不吃了吗 那怎么行 成宴是我老板 还是我老公 于公于私 我都应该表达对她的关心和问候 不饿也得吃 这样吧 我在公司楼下等你 和你一起吃午饭 那头沉默了一会 过了一会我才听见一个好字 我挂断电话 呼了口气 这男人真难伺候 成宴的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到我面前 看见她这么高调 我心都咯噔了一下 连忙看看 有没有人注意这边 没有我这才飞快地拉开车门上车 快点开车 快点开车 我催促成宴 成宴皱眉 我有这么见不得人 啊 不是 我这不是怕被人看到 有损你英明神武的形象吗 我连忙解释 我毕业进成宴公司的时候 公司还在上升期 我怕别人说 这个公司裙带关系严重 所以跟成宴说 暂时不要透露我们的关系 免得公司员工对她产生不满 造成不好的影响 此刻成宴听见我这番说辞 冷哼了一声 我看她开车驶入煮肝道 有些纳闷 我们不在附近吃吗 附近吃会被人看到 成宴答 也是 最后成宴带我去了一公里外的一家餐厅 刚一进餐厅 我们就碰到了白淑雅 还是白淑雅先叫的成宴 严严你也在 嗯 我们来吃饭 看见白淑雅 我就向刺猬竖起了刺 我特意强调了 我们 然后往成宴身边靠近了一些 成宴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但是没 眼微垂泄露柔软的弧度 白淑雅倒是笑了一下 好 那不打扰你们了 哼 算她拾去 服务员把我们引入包间 我开心地点了几个菜 点完才发现 成宴一直看着我 你看我干嘛 你对淑雅好像不太喜欢 淑雅淑雅 哟 叫得真亲切 我内心撇撇嘴 死鸭子嘴硬 没有啊 成宴轻笑一声 压根没搭理我的话 反而继续追问 为什么不喜欢淑雅 这狗男人 非得让我把话挑明吗 我瞪了她一眼 放下茶杯 成宴 别以为我不知道 白淑雅是你的白月光 你高中就喜欢她 还为了她 一直没谈恋爱 但你别忘记了 你现在是我的老公 我们俩才是合法夫妻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就 我直接举起面前的刀叉 呲牙做凶狠状 刀面闪烁的寒光 从成宴脸上一闪而过 我忽然觉得自己 有点像水浒传里的护三娘 残暴 太残暴了 于是我咳嗽了一声 放下了刀叉 当然了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但你要是还对白淑雅 念念不忘 咱们就趁早分开 我另外找小奶狗去 你想得挺美 成宴轻吃一声 我被她堵得一夜 瞪着她 成宴滑拉了一下手机 昨天晚上吃饭的 除了我和淑雅还有别人 这是餐厅监控 她点开 我看见成宴和白淑雅 相对而坐 过了一会 来了另外一个男人 白淑雅起身 挽住了男人的手 跟成宴介绍着 然后成宴就和这个男人握手了 后面就是他们一起聊天 吃饭的画面了 成宴说 这个是淑雅的丈夫 也是我之前的合作伙伴 舒雅和她丈夫一起回国 说想要请我吃饭 感谢之前合作的事情 原来是我误会了 还真是尴尬 我咳嗽了一声 那什么 我知道了 快点让服务员上菜 饿死了 成宴当作没听见我的话 总之 你不要乱吃飞醋了 我 我哪有吃醋 我跟炸毛的猫 一样激动 成宴呜了一声 没有吗 那是谁 眼看着她 就要翻旧账 我赶紧起身去捂她的嘴 不许说 你给我闭嘴 成宴抓住我的手 眼底笑意一层 慢过一层 我被笑得脸红 挣扎了两下 谁让你一开始不解释清楚 再说 那手机上都说了 你和白淑雅 这种情况 那人家 就是你的白月光 我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我告诉你 我可是能分辨绿茶 和白莲花的 我握紧拳头 警告成宴 成宴 皱眉 你是不是又看知乎了 我 从她眼神里 我看出 如果我点头 她下一句 就是 谢了 这能忍 于是我咬了她一口 力道 也不重 但还是有点痛的 可成宴 似乎没感觉 她的手辅在我的背上 有滴滴的笑从她的胸腔震出 震得我耳朵发烫 心跳加速 糟糕糟糕 这个男人好像会下骨 我和成宴算是和好了 结婚 纪念日 承宴专门带我去吃了我喜欢的日料 看在她这么用心的分上 我打算这几天不跟她吵架了 因为心情好 上班时我都是哼着歌的 办公室的同事对此又好奇又惊讶 周云从我对面的办公桌抬起头 秋烟中午一起吃饭吗 周云团队 他们来了有一个星期了 熟悉之后 中午偶尔会一起出去吃饭 我看了一眼 程艳的办公室 她好像很忙 一上午都没有出来 好啊 我点头答应 周云选的餐厅虽然离公司比较近 但是消费却不低 我们不随便吃点吗 请你吃饭 怎么能随便 我呕了一声 也没多想 看菜单的时候 我抬起头询问 我能多点些菜吗 我想给程艳送一份 周云挣了一下 微笑道 当然可以 我心情又好了点 给程艳点了几道她爱吃的菜 又吩咐服务员打包好之后 我这才闲下来和周云聊天 看不出来 你们感情这么好 嗯 还行 我和程艳认识二十几年了 感情一向如此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周云笑了笑没说话 我们吃完饭后 就直接回公司了 我还提着给程艳打包的午饭 正准备找个借口给她 结果一出 电梯口就刚好看见她 周云跟她打招呼 程艳呃了一声 往茶水间走去 周云或许被无视有些尴尬 周云无奈地转头看我 程总好像不太喜欢我 怎么会 她今天可能心情不好 我替程艳解释 拍拍周云的肩膀 让她别多想 然后提着打包盒进了茶水间 好在茶水间没人 我走到程艳身边 程总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带了午饭 我举起手中的饭盒 笑咪咪地跟程艳邀功 程艳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 你跟周云出去吃饭了 嗯 就你们两个人 嗯 有问题吗 没问题 鬼信 我都听见她 硬邦邦咬牙的声音了 我把打包盒放到程艳的手边 你记得吃啊 我转身准备走 突然就被程艳拉住手 走这么急干什么 不是 我怕待会有人进来 现在虽然是午休时间 但保不齐 谁就醒了往茶水间来啊 你先放开我 等一下 有人看见了 我去掰程艳的手 程艳松得倒是挺快 但亲我的速度也很快 我都没反应过来 唇上就一阵刺痛 她还咬了我一下 离周云远一点 为什么 你不喜欢周云 我为什么要喜欢她 程艳皱起的眉头 能夹死一只苍蝇 那你干嘛这样说 周云人很好的 我不解 程艳盯着我的眼睛 几秒钟 我都能看见她眼睛 离我认真清澈的模样 过了一会 程艳说 你不是说 你能分辨绿茶吗 对啊 这个周云有什么关系吗 程艳又不说话了 我感觉她有些无奈 因为她叹了口气 说了句 算了 晚上等我下班 我有个客户 要见 到时候回来 接你 哦 好 下午我们在工作棚 搭架子 拍摄样品 周云 带着她的团队 站在一边商量 修改着什么 我搬着要拍摄的样品 箱子 走过 地上也不知道 谁把架子乱放 我一个没注意 就被绊了一下 整个人狠狠地往地上扑去 啊 我直接五体投地 手上膝盖上都被蹭秃露了皮 还流血 秋烟 你小心点啊 样品都被你摔坏了 拜托 我比样品伤得还更严重好吗 听到声音的一瞬间 我周围立马就围了一群人 周云也停下交流 直接冲了过来要扶我起来 我痛得直呼 疼疼疼 慢点 能不能站起来 先慢点 周云小心翼翼地扶着我 一群人七嘴八舌 说要去医院 周云 我先送你去医院 大家都散了吧 先把地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大家收了东西 又各自干活去了 周云问我能不能走 我忍痛点头 他扶着我往电梯走去 刚走到电梯 就看见要出门的程艳 他先是看了一眼扶着我的周云 下一秒目光就落在我身上 看见我腿上和手上的伤 怎么回事 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送你去医院 程艳要过来扶我 我连忙摆手 别 让周云陪我去就好了 您下午不是还要见客户吗 不劳烦您 程艳的动作将在半路 他收回落空的手 目光深沉凝重地落在我身上 周云也没敢浪费时间 扶着我下了电梯 到了医院 他又忙前忙后挂号缴费 还给我找了张轮椅 折腾下来 过去两个小时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工作和下班了 我有些抱歉 我们俩还客气什么 我去给你拿药 周云一走 我一个人坐在走廊边上 周围人来人往 我无聊地掰着手机壳 没一会就听见了脚步声 我还以为是周云 这么快 哦 不是周云 是程艳 程艳应该是赶着过来的 整个人风尘仆仆带着外面的气息 程艳 你怎么样了 程艳半蹲在我面前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她这么紧张 程艳这么关心我吗 心里突然涌上怪怪的感觉 又暖又长 我没事 医生已经上过药了 周云去给我拿药了 说曹操 曹操道 拿完要回来的周云正边走边念叨我的注意事项 一抬眼就看见我身边的程艳 程总 您也来了 程艳点头 目光落在周云身上 难得没有露出太过冷淡的态度 今天 谢谢你 麻烦了 这有什么 都是老同学了 周云笑笑 程艳也笑了一下 是啊 毕竟秋艳现在是我太太 这声谢是必须的 周云 不对劲 不对劲 这语气怎么听都怪怪的 虽然这是事实 但我总觉得程艳好像在宣告什么 而且周云也是 她不是早知道我和程艳在一起了吗 怎么还是一副惊讶的样子 我没想明白 目光在这两个男人身上 驱寻 程艳说完 笑又加深了一些 但明显的皮笑肉不笑 她从周云手上拿过药 直接就把我抱起来 连轮椅也不要了 我正要和周云告别 没想到程艳的步子居然加快了 我只好朝着她挥挥手 回到家我问程艳走那么快干什么 都没来得及谢谢周云 我不是谢过了 那不一样 我嘀咕道 程艳把我放到沙发上 正要去倒水 给我吃药 听到这句话 她倒水的动作忽然僵了一下 哪里不一样 我听见她低沉的声音 像是在自问 我没太听清 就又听见程艳说 为什么你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我 为什么要拒绝我送你去医院 我们的关系 在你看来很难以启齿吗 程艳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我第一次察觉到原来她也有那么多的困扰 而且她的这些困扰是因为我 我有些愣 我是工作的时候受的伤 身边关心我的人挺多的 而且你今天中午不是跟我说 你要去见客户吗 所以我才没有叫你 至于我们的关系 之前不是说了 那是以前了 现在你觉得还不应该公开吗 程艳打断我的话 我傻眼了 不是 这球名分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程艳没听见我的回答 转头看我 又走到我的身边 秋烟 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 我现在只能仰着头看 你 什么意思 我磕巴地问道 程艳的手落在我的脸颊一侧 我已经和你解释了我和白淑雅的关系 那你呢 你和周云 你心里还念着她 算了 程艳也没有逼我 她将热水塞到我的手里 先把药吃了 我去给你放热水 她语气冷静 平稳 刚刚执着的样子 仿佛只是我的错觉 我在家休息了几天 手上的伤好的其实挺快 就是膝盖有些严重 暂时不太方便行走 程艳让我在家休息 我本来不想的 毕竟还有工作 你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别人去做了 你不用操心 你亲自安排的 我有些惊讶 开什么玩笑 我只是一个小员工啊 哪里有大老板亲自来关 心安排我的工作的 办公室的人没怀疑什么吧 我问 程艳正在给我洗脸 文言气息沉了沉 她将毛巾盖住我的脸 热气敷在我的面部 我看不见程艳 只听见她闷闷的声音 放心吧 没人怀疑 她沉默地帮我洗好脸 然后又给洗脚 这次她没多说话了 但我就是能感觉到她不太开心 好像又是因为我 又过了几天 我膝盖上的伤开始结疤 走路已经不太影响了 程艳上班前 将水杯放在我的床头柜 我给你把水放这里了 中午我请了阿姨过来做饭 你要是有事 就打电话给我 好 我目送程艳出门 她走后一个小时不到 门铃就响了 我还以为她忘记带什么东西了 打开门看见一个我意料之外的人 艳艳白淑雅温柔地弯起眼睛 程艳不在吗 她去上班了 那真是不巧 我要回美国了 这次是来告别的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白淑雅将手上的袋子递给我 我也有 我有些诧异 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应该请白淑雅 进来坐坐 进来喝杯水吧 我让开位置 去吧台的地方找水 又准备了水果 奇怪 程艳把水果刀放哪里了 我准备切个齐成 半天也没找到水果刀 只好尴尬地把车离子往白淑雅面前推推 没找到水果刀 还是吃点车离子吧 白淑雅脸上带着温柔的笑看我 看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平时水果都是程艳削的 所以找不到水果刀还真不能怪我 白淑雅 你和程艳感情真好 哪有 也就那样 我笑笑 白淑雅说 怎么会 她看我和程艳从小的感情就是很好 还说那时候我总喜欢跟在程艳身后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程艳有个妹妹 你们青梅竹马的感情 肯定是别人比不了的 我被白淑雅说得越来越羞涩 不知道怎么接话 程艳不在 我和她也不怎么熟悉 好在白淑雅 善解人意 温柔美丽 她坐了一会起身就要告辞 我爱人来接我了 我要走了 对了 祝你和程艳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呀 她语气太真诚了 绝对是真心的 我瞬间对她的羞愧感更重了 那个 淑雅姐 小时候我不懂事 程艳高三那年想跟你表白的 是我举报的 对不起呀 白淑雅愣了一下 忽然失笑 原来是你呀 不过你搞错了 那不是程艳要跟我表白 是另外一个男生 咦 又是我搞错了 白淑雅 程艳是跟着瞎起哄的 说起来要不是你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群男生太幼稚了 我 程艳不幼稚 我下意识为程艳说话 白淑雅微愣 然后笑得更好看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再见 等她走后我才知道 她为什么要那样笑 中午的时候 程艳才打了电话回来 我说白淑雅来过了 然后把她来的原因说了一遍 嗯 我知道了 晚上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 草莓蛋糕 好 程艳柔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 明明只是一个字 但就是听得我耳朵发烫 那天程艳问我的话 我忽然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你要问我喜欢一个人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不太能说得出来 因为我一毕业就和程艳结婚了 我唯一一次心动萌芽 确实是因为周云 那时候从高中升入大学 带着对美好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幻想 温柔体贴 优秀俊雅 穿着白衬衫的周云 满足了我对男友的大部分幻想 只可惜那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心意 周云就出国了 大学四年沉浸在学业中 也没接触其他的男生 再后来我就嫁给了程艳 因为从小双方父母就开玩笑说 要把我俩凑一对 长大后也是努力撮合 我一直以为我和程艳就是要在一起的 那时候她没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怎么看都非常合适 我们青梅竹马 两家是交之根之底 我们太熟悉了 熟悉中感情夹杂的太多 都分不清是爱情 亲情还是友情 那天程艳问我 是不是还想着周云 诚然她是我年少时 一个遗憾唏嘘的梦 但我和周云的交集 其实不过半年之久 在她出国后 一直到我嫁给程艳三年 我对她的印象早就已经模糊了 她就像写在沙滩上的字 时间的海浪一冲就没了 但程艳是助力在海岸边的岩石码头 她不曾缺席我的任何一段人生 我虽然感情迟钝 但好歹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 晚上程艳回来的晚 我已经睡了 她开着床头灯给我的膝盖和手上药 我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 程艳 嗯 我好喜欢你啊 然后接下来几天 程艳的心情突然变得十分好 伤好后我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让我意外的是 因为我受伤 公司居然流传起了我和周云的绯闻 那天你受伤后周云那么紧张你 还送你去医院 人家绝对对你有意思 就是就是 之前我就看出来了 午休的茶水间 同公司的女同事拉着我聊八卦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也能成为八卦 忠心 不是 你们误会了 则 害羞了不是 我懂 不是 姐姐们 这可不幸懂啊 我正要说话 他们就咳嗽了一声 忽然 闭口不言 我纳闷 扭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程艳经过 上次我们在茶水间说 八卦被程总听到了 他好生气啊 就是就是 他能不生气吗 果然 一下午程艳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 而且进去的人 小心翼翼进去 胆战心惊出来 妈呀 妈呀 今天不知道 咋回事 程总又黑脸了 不是吧 是的嘞 可恐怖了 哎 这合作马上就结束了 程总这时候生气 该不会给我们的福利 没有了吧 不会吧 办公室哀嚎 一片 我偷偷给程艳发了消息 她也没回我 不会真生气了吧 难道是因为听见了我和周云的绯闻 我撑着下巴苦苦思索 过了一会 程艳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她不经意地扫过我的宫位 又淡淡地移开视线 果然 我立马直起身子 冲着我旁边的女生喊 哎呀 萧萧 你们真的别误会 我和周云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而且我结婚了 我旁边的女生本来还一脸纳闷 听见我说 结婚了 立马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什么 你居然结婚了 不愧是我们公司的大嗓门 她这一喊 周围一圈人都听到了 大家有了新的八卦 连忙扎堆竖起了耳朵 我瞄着承燕往我这边走来 是啊 我结婚了 我老公很厉害的 我们感情特别好 我很爱她 这回承燕听见了吧 哦 众人起哄 我又赶紧踢了一脚 我对面的周云 周云看见承燕 很快明白我的意思 啊 对 秋烟 结婚了 这件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我和她真的只是普通的同学朋友关系 真上道 这下承燕也听见了吧 眼看着承燕往我这边来 我眼明心亮喊了一声 承总 承燕不乏 一顿 对上我亮晶晶的视线 她吞咽了一下喉咙 咳嗽了一声 工作时间 别聊私事 哦 我上班后 没一个星期 公司和周云他们的合作 即将收尾 我们部门主管 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承燕把这次合作收益的5% 拿出来作为我们部门的奖金 群里一下子热闹 起来 下班前主管提议部门和周云团队聚餐 所有人都爽快答应 我也不好不去 于是偷偷给承燕发了消息 承燕很快回了 在哪 我把地方发给了承燕 问她要不要一起 不了 我去大家玩不开 晚上还有酒局 哦 那你晚上少喝点酒 和承燕聊完 放下手机 抬头我就看见了周云 她正好在看我 我朝着她笑了笑 下班后 大家往聚餐的地方走去 大家在一起共事了大半个月 都已经熟悉了 大家说说笑笑 聚餐的气氛不错 让我安心的 就是虽然我和周云座位在一块 但大家知道我结婚了之后都不再打去我和周云了 公司的一些女同事恢复了热情 吵着要周云的微信 当然也有人来打听我结婚的对象 我没敢多说 只是笑笑而过 他们从我这里套不到什么消息 就问周云 周云 你以前就认识秋烟 你知道她老公是谁吧 周云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这个我也不太好说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就是就是 藏得这么深 周云咳嗽了两声 也跟我一样不说话了 就在大家起哄的时候 突然有人喊了一句 程总 程艳来了 我扭头看着站在门口的程艳 我们主管已经小跑过去了 程总 我们在这聚餐 呵呵呵 您要不一起 不了 我那边还有客人 哦 好 好 众人还以为程艳要走 结果她说完之后 还往包厢环视了一圈 主管不明所以 搓着手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 程艳就看见我了 然后直接朝我走了过来 程艳静止走到我的面前 晚上冷 给你戴了一件外套 待会聚餐结束等我一会 我接你回家 她将跨在手臂上的风衣 递给我 天知道 她叮嘱我的时候声音 有多柔和低沉 跟潺潺流动的夏天的泉水一样 只是几秒的功夫 就让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那一刻 我完全忘记了 要在众人面前隐瞒自己 和程艳关系的事 我乖乖点头 说了一句 好 程艳眼底笑意加深 她只起身 包厢里已是一种 诡异的死忌 她朝着目瞪口呆的众人 汗手微笑 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的单记在我的帐上 然后她转身离开了 直到包间的门被关上 又过了鸭雀无声的几秒 众人突然爆发出震撼的尖叫 哎呀呀呀 秋烟的老公居然是老板 卧槽 老板娘竟在我身边 程总居然结婚了 至此 我的身份算是彻底曝光了 后面当然是被众人围追堵截地 追问我和程艳是怎么在一起的 但那都是后话了 暂且不表 合作周期结束后 周云也要飞回自己原来的公司了 我去机场送的她 我是真没想到你 居然嫁给程艳三年了 我还以为你们只是在谈恋爱 周云站在机场大厅 她看着我 不无感慨 记得那时候你很好学 总是追着我问课题作业 还好还好 周云不知道那时候我喜欢过她 人都是会长大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周云也点点头 嗯 确实 机场广播的声音响起 周云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要直击了 再见 白白送走周云 出了机场大门 我就看见了程艳的车 你怎么来了 我拉开副驾驶的位置 来接你 我没说话 程艳开了一段路 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又紧 然后还偷瞄我 我当作没看见 直到在市区等一个红灯时 程艳开口 你和周云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呀 程艳 程艳不说话了 我看着她紧绷的侧眼 就知道她在独自郁闷着 于是下车前 我按住她的手 你不会再吃醋吧 没有 没有 我阴阳怪气地重复一声 程艳微眯眸子 眼睛里射出威胁的光 她实在别扭矛盾得有些可爱 我忍不住笑了 我那天在公司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爱你 程艳 我对周云 真的就是朋友 她看你的眼神 可不是普通朋友 是吗 我反问 程艳逆了我一眼 我正有些心虚 忽然觉得 不对呀 程艳的注意力 为什么不再前半句话 我都算变相跟她表白了 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没听见我说 爱你吗 你说了吗 再说一遍 我觉得白淑雅有句话说对了 程艳是有点幼稚在身上的 我不想说 但她总有各种办法 清楚自己的心意之后 我也乐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让我乐此不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程艳会很认真的回应 我没有问过程艳到底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日常生活中所有我忽略的小细节都在表明 她爱上我远在我爱上她之前 程艳依旧古板高老 我和她的关系乍一看 好像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但我总能从她忽而柔软的视线里 察觉到她对我的不一般 另外 我还发现 程艳特别爱吃醋 今天来的那个实习生 你和她很熟吗 没有啊 人家不懂来请教我问题 程艳轻吃一生 是吗 她一口一个姐姐 我还以为你们关系很好呢 周云和白淑雅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和程艳回了一趟我爸妈家吃饭 路上程艳忽然聊起了实习生 我一开始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直到听到她最后一句话 我傻眼了 不是吧 程艳 你这个醋都要吃 我觉得又无奈又好笑 还好我知道 程艳的性子 男人嘛 轰轰就行了 于是一路上 我对着程艳叠叠不休 我都是有老公的人了 我的老公还这么厉害 我怎么会喜欢上别人类 对不对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大学毕业就跟你结婚了 大学都没有谈过恋爱 别人一看就知道我喜欢你 程艳握着方向盘的手紧紧的 她侧眼紧绷 明明想笑 却偏偏要抑制住 真的 真的 我坚定地点头 程艳咳嗽了一声 神情缓了缓 我松了口气 呼 哄男人好累 但我没想到 事情还没完 吃完饭 回家前 我妈忽然叫住我 奄奄啊 我前两天搞卫生 在你房间找到一个旧盒子 你看看 这些东西你还要不要 我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珍藏的物件 要 晚上我心血来潮 拉着程艳数这些东西 蝴蝶发家是程艳送我的 初中的歌词本 杂志海报和明星照片 程艳带我去看的演唱会的门票 还有我高中时候的错题集合巩固练习本 是程艳给我做的 这些东西好像都和你有关耶 我有些惊讶 我有些惊讶 程艳对我的记忆表示不满 轻易了一眼 这是什么 居然还有一封信 有点眼熟 我好奇地拆开 亲爱的周云学 没什么 别人写给我的信 我慌乱将信件折了回去 转头去看程艳 程艳眯着眼睛 漆黑深邃的瞳眸里 全是狐疑的光 我祈祷她没看见 好在程艳没说什么 我松了一口气 想着待会洗完澡 一定要将她毁尸灭迹 结果晚了 我洗完澡出来 那封信找不到了 我翻遍了周围一圈 突然想起来 程艳还在书房没出来 我推开门 看着书桌后面 举着信的男人 看见我 他抬头 眼睛微眯了一下 你还给周云写过情书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证据确凿 我哄了他半天 都没用 你到底想怎样 我泄气道 情书写得不错 程艳俯开我颈尖微诗的发 声音滴滴沉沉似蛊惑 这么会写 给我也写一封 我握紧拳头 咬着唇 指尖一出汗 我这 我这怎么写 怎么不能写 程艳将笔色到我的手里 气息离我更近了几分 她捕捉到我失路的瞳孔 眼底分明也在笑 却说出让我颤抖的话 写不出来就别睡了 后来那封情书足足写了我大半夜 字迹歪歪扭扭 也亏程艳看得懂 但那之后 她好像找到了比毁掉我睡衣更感兴趣的事情 时不时就要我给她写情书 至于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爱吧 被最好的闺蜜骗去缅北七年 我背负十条人命 带着一亿美金回来了 老公已经再婚生子 新欢正是我闺蜜 我九岁的女儿住在阳台的纸箱子里 瘦得不成人形 婆婆准许我归家 但我只能当个免费的保姆 伺候她和公共 所有人都以为 我还是七年前那个软弱可欺的乖媳妇 寒风呼啸 滴水成冰 今年的冬季格外的寒老 但我心里发暖 身体因为过于激动而轻微发抖 我回来了 阔别七年 重回故土 我就站在那栋熟悉的老楼房下面 左右是破旧的街道和摆放杂乱的摩托车 这里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我哈了一口气 上前敲门 这一刻 暗无天日的缅北生活远去了 那炼狱般的折磨不复存在 甚至被我亲手杀死的 头目喷出的血都模糊了 我终于拯救了自己 屋内二楼传来了脚步声 有人跑了下来 隔着铁门窃声声地问 谁呀 稚嫩的声音 紧张的雨掉 我愣了一下 随即心肩酸涩 眼眶一红 差点落下泪来 除了我的女儿 还能是谁呀 游记的 我女儿两岁生日那天 我不过是花了五十元 给女儿买了个小蛋糕 便被公婆辱骂殴打 暴力驱逐出门 他们嫌我生不出儿子 生了个赔钱货女儿 一毛钱不赚 好意思给你女儿买蛋糕 能不能滚出去赚钱 你要么去赚钱 要么立刻生个儿子出来 他们是这般说的 他们从未想过 我一个人 伺候公公婆婆 老公 还要带女儿 有多困难 家里的事 已经把我折磨得 不成人样 我哪里有能力去赚钱 我一次次地忍耐 一次次地逆来顺受 终究是得不到理解 不对 他们能理解的 他们知道我累 但他们还是不满意 那天我在街上哭了很久 只能像曾经的老同学 也是我唯一的闺蜜求助 却被她骗去了缅北 一去就是七年 游记地抵达缅北被收走手机后 数个大汉将我摁在水里玩窒息游戏 问我听不听话 也还记得我深夜逃跑被抓回去后 三条恶狗将我撕咬得不成人样 周围全是亢奋的笑声 更记得犯错后被丢进猪圈整整一个月 每日与猪抢时 精神濒临崩溃 那真是人间地狱 要不是每日思念着女儿 我恐怕早就化作缅北泥土里的一具白骨了 晚晚吗 我声音酸涩 一开口泪水就滑了下来 门内传来疑惑的声音 你认识我 你是谁呀 我是妈妈 四个字多么沉重啊 以致我手脚发颤 涕泪长流 妈妈 晚晚的声音变了 她不敢置信 又期待无比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我离开时 她才两岁 不过我膝盖高 而今九岁了 应当有了一番亭亭玉立的小模样吧 我激动万分 透过门缝看她 四目相对 她迷茫而紧张 我却呆住了 晚晚怎么这般瘦弱 九岁了才不过一米 头发又乱又短 脸颊冻得通红军裂 手掌又黑又皱 小小的身躯 被不合身的大衣裹着 更显雷弱 这是晚晚 比街上的乞丐还不如 我难以置信 嘴唇忍不住抖了抖 难以形容地心疼袭来 让我咬紧了牙 老公一家 是怎么养女儿的 妈妈晚晚看着我 满眼茫然和不安 我擦了擦泪水 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是我呀 我叫陆倩 你叫朱婉婉 你爸爸叫朱峰 你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的 对不对 我强迫自己挤出笑容 晚晚正正地看着我 干裂的嘴角 不自觉地明起 一双大眼睛 煞时间就变得通红 我推开门抱住她 抱住我念了七年的心头肉 晚晚没有你 妈妈活不下来的 我又哭了 晚晚也嚎啕大哭 她知道自己有妈妈的 只是妈妈失踪了七年 我们母女俩哭了半天 门外的寒风 一阵一阵地往屋里钻 我这才发现晚晚穿着一双不合脚的拖鞋 脚上是一双白袜子 早已湿透了 我摸她脚腕 她的脚冰凉得宛如棉北的刀子 晚晚你的脚怎么湿漉漉的 我心疼坏了 我 我在洗衣服 对了 要洗衣服 待会奶奶就回来了 我要赶快洗衣服 晚晚竟脸色发白 想跑上楼去洗衣服 她怕急了她奶奶 也就是我婆婆 我心脏仿佛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咬牙切齿 婆婆呀 那个老 不死的狗东西 折磨了我多年 等我失踪了又折磨我女儿 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恐怖 我深吸一口气 克制住想杀人的冲动 晚晚别怕呀 妈妈带你去暖暖 你房间在哪 我真怕女儿的脚洞坏了 晚晚指了指阳台 我过去一看 阳台上不仅晾着衣服 还摆放着一个大箱子 估计是装冰箱的箱子 箱子在寒风中摇摆 一面开了洞 洞里隐约可见一些 旧被褥和书本 这像急了一个狗窝 我一瞬间赤红了眼 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 晚晚你住这里 嗯 晚晚点头 将我搂得紧了三分 我差点咬碎牙齿 脸颊死死绷紧 一只手伸入了衣兜里 抓住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我想杀人 我将箱子踢翻了 然后去找到了 那个所谓的儿子的房间 他的房间温馨暖和 里面有空调 平板 衣柜等物 那张床又大又漂亮 两层厚厚的被子 叠得整整齐齐 我心头暴怒 竹风的儿子住皇宫 我女儿住纸箱 妈妈快出去 我不能进弟弟的 房间的 会弄脏的 晚晚心惊肉跳 看了一眼墙角 我一瞅 原来有监控 这个家里应该有不少监控 不管是出于和众墓地 安装的 女儿晚晚都随时被盯着 不怕 晚晚你上床歇着 你太冷了 我将晚晚的鞋袜脱了 直接放在床上 用厚厚的被子盖住 她吓坏了 想下床 我坚定地摁住她 晚晚听话 有妈妈在呢 晚晚这才安分了些 擦擦眼角的泪 卷起冰冷的腿 寻求一丝温暖 她太累了 被我牵着手 就这么睡着了 我轻轻撸起她的袖子 发现她手臂上青 一块子一块 瘀青众多 果然 晚晚遭到了虐待 我杀人的心思又涌现了 如果不是在国内 我的公婆和丈夫 已经死了一百次了 用力深呼吸 我平复心情 掏出了手机 一个电话打出 对面传来恭敬又敬畏的男人声音 欠解 有何吩咐 男人隔着电话都已弯腰 你们回国还算顺利吧 收尾工作 做得干净吗 一切顺利 目前已经洗干净了一亿美金 随时 可用 欠解 放心吧 男人语气中有几分兴奋 很好 我要在广福市购置一栋别墅 再开一家美容公司 你来安排 我下了命令 男人立刻领命 我不再多言 他很能干 否则我不会带他回国的 有了别墅 我跟女儿就有地方住了 他再也不用在这里受苦了 至于公司 掩人耳怒罢了 毕竟我身份不干净 需要一个全新的身份 寻思间 门外传来辱骂声 朱婉婉 一个废物 东西 大门都不关 家里要是丢了东西 我撕烂你的脸 这声音我太熟悉了 是我亲爱的婆婆 她以前也是这样吼我的 每次她一吼我都会忍不住颤抖 那种可怕的压迫力 让我难以呼吸 我这个软弱的乖媳妇 早已被她折磨得神经衰弱了 可现在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她一刀 衣服也没洗 筒还打翻了 一个箭种 跟你妈一样 你妈不知道 跟哪个野男人跑了 留下你个野种害苦我们 婆婆继续骂 还骂上了我 我开门出去 面无表情地盯着她 顺手把身后的门带上 可别吵醒了 我的女儿 时隔七年 我又跟婆婆见面了 我面无表情 整个人仿佛寒冬腊月里的一块尖冰 婆婆愣住了 她一开始还没认出我来 吓了一跳 接着紧皱眉头盯着我上下打量 陆倩 是的 陆倩 那个曾经软弱可期的乖儿媳 那个每日里被公婆折磨的保姆 那个因为买了蛋糕 给女儿吃而被赶出家门的母亲 我还是不说话 心里的恨意和怒火在疯狂涌动 你眼角有志 真是你陆倩 婆婆终于确认是我了 她又惊又气 本能反应并不是高兴 而是迟来七年的愤怒 于是她破口大骂 你个该死的贱人 当年跟哪个野男人跑了 你要不要脸 我们家都被人笑死了 儿媳妇跑了 我打不死你 亏你还敢回来 你个贱人 婆婆冲了过来 一如七年前的样子 她对我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眼看她的巴掌 要抽 过来了 我反手一耳光 趴地抽她脸上 她毕竟是老年人了 而我在缅北早已磨练出了一身煞气 对付这种人眼睛都不需要眨一下 这一耳光 抽得婆婆头晕目眩 身体都站不稳 嘴角也流出了血 她又一次愣住了 眼珠子瞪得大大的 难以置信 她的乖儿媳竟敢打她 陆倩 你敢打我 你个贱 啪 不等她说完 我又一巴掌抽了过去 这一巴掌力道更强 直接将婆婆抽翻在地 她痛得撕心裂肺 嘴巴里全是血 半嗓爬不起来 别叫了 吵醒我女儿就不好了 我甩了甩手 取出手帕擦了擦 我嫌脏 婆婆嘴唇哆嗦着 她不怕我 但被我气疯了 你给我等着 你等着 我手机呢 她忍痛摸出了手机 我从她身上踩过去 踩得她又痛叫起来 随后我去阳台 将纸箱子里的书本 书包以及女儿的校服等物 收拾了 另一边婆婆勉强坐了起来 朝着手机大嚎 朱峰 陆倩那个贱人回来了 他打我 他打我 你快回来收拾他 婆婆告状是有一手的 以前 她明明没有受委屈 都会鬼哭狼嚎 让朱峰收拾我 而朱峰是典型的妈宝男 他妈大过一切 我可没少被她收拾 也就是家暴 游记得我当年还没出月子 就因为不舒服让婆婆煮点 汤给我喝 婆婆说我命令她 一点礼数都不懂 我当时委屈坏了 跟婆婆顶了嘴 后果就是婆婆哭天枪地 叫回了朱峰 朱峰 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一巴掌 警告我要是再敢不尊重婆婆 就把我赶出家门 现在 我动手打了婆婆 朱峰估计要发颠了 发颠的男人我可不想碰 所以 我往沙发上一坐 敲起二郎腿 也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 我吩咐 让阿龙三兄弟过来 你知道我在哪里 好的欠姐 电话挂断 婆婆还在跟朱峰嚎哭儿啊 你快回来啊 妈妈痛死了 妈妈不活了 你娶的什么儿媳妇啊 当初我就告诉你 不要娶陆倩 现在好了吧 她跟野男人跑了七年 还敢回来打我 朱峰肯定是连连答应 她即将发颠 终于 婆婆挂了电话 她也缓过神来了 擦擦嘴上的血沾了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给我等着 你个贱东西 我等着 不是等朱峰 而是等女儿睡醒 她太累了 估计很久没有睡过阿门绝了 我要让她睡个美美的觉 然后再带走 没多久 敲门声传来 婆婆大喜 凶残地瞪我一眼 跑去开门 她一边开一边叫耳啊 你终于回来了 给我打死陆倩 话音未落 她已经看见门外的人了 不是朱峰 而是三个一米九几的壮汉 他们是东北人 三兄弟 体格健壮 精通格斗 曾经在绵北 给头目当打手 后来跟了我 我便把他们 带回了故土 三个壮汉 齐刷刷地站在门口 跟三头老虎似的 吓得婆婆 僵了一下 你们 你们是谁 婆婆脸上的 胸残消失不见了 挂上了几分慌张 三兄弟一声不吭 目光只看我 我招了一下手 他们就推开 婆婆进来了 直挺挺地 站在我旁边 婆婆又惊又怕 硬着头皮问我 陆倩 你专门找人来打架 你怎么这么 她想说我怎么这么贱 这么坏 可看着阿龙三兄弟 硬是不敢说出口 正巧 朱峰回来了 她西装革履 打着领带穿着皮鞋 整张脸黑沉黑沉的 仿佛自己是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七年了 她还是没变了 她始终觉得自己 就是整个家庭的皇帝 她的权威不容挑衅 她的母后必须尊敬 婆婆看见朱峰 正要拦下 但朱峰大不进门 语气极其阴冷 陆倩 你一回来就打我妈 我的话你依旧当耳边风 还没阴冷完 她就看见我和阿龙三兄弟了 恶鬼一样的脸立刻凝住了 仿佛正在嘎嘎叫的鸭子 被掐住了脖子 我站了起来 盯着这个相处多年的男人 他很帅气 还是高材生 我当初被他迷了眼 后悔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谁能想到 这是一个极大男子主义 暴力倾向 妈宝渝一身的恶臭男呢 怎么不发颠了 你不该像个皇帝一样 教训奴才吗 你不该逼我下跪 给你妈认错吗 我开口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思绪却飞回了七年前 那段时光不堪回首 只要我跟婆婆发生矛盾 我必定被朱峰教训 我从最初的被朱峰责怪 到后来的辱骂 再到后来的殴打 乃至最后的下跪 没错 他容不得我对婆婆半点不敬 他恨我一次次挑战 他的底线 哪怕我明明没错 最终 他每次都逼我给婆婆下跪认错 如此才能平息他内心的怒火 我多少次向婆婆下跪啊 多少次哭着求饶啊 唯有这样才能让朱峰原谅我 才能让他不打我 至今想来 我依旧觉得膝盖隐隐作痛 那是一个女人 被践踏到尘埃里的 尊严残留下来的痕迹 朱峰噎住了 扭头看婆婆 想问什么情况 我不等她问话 盯着她的脸抱喝 跪下 这两个字我酝酿了很多年了 现在轮到我说了 轮到我发颠了 朱峰惊呆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恶然盯着我 阴冷的表情都无法维持了 随后她暴跳如雷 长久以来的一家之主的威严 不允许她遭受如此侮辱 她猛地揪住我衣领 一拳就要砸过来 但大龙直接一脚将她踹翻了 二龙上前用膝盖压住她的背 三龙请示我怎么处理 我说了 跪下 就像你以前逼我那样 我低头看着朱峰 仿佛看着棉北的那些死尸 朱峰终于意识到 还有三个壮汉了 她不敢发怒了 嘴巴里嚷嚷 你们干什么 我报警了 大龙刷地抽出了一把刀子 抵在朱峰的脖子上 二龙将朱峰反扣双手压了起来 三龙则一把夺过了 婆婆准备报警的手机 一屋子杀气腾腾 朱峰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她向来只敢窝里横 现在面对三个壮汉 脖子又被抵着 当场吓尿了裤子 陆倩 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朱峰面无血色 身体开始发抖 而大龙的刀子越抵越紧 跪下 我无比平静 像是力气耗尽了 没有一点霸气 但阿龙三兄弟都敬畏地低下了头 不敢指示我 他们知道我的平静下 蕴藏着什么 朱峰嘴唇不断哆嗦 嘶哑地开口 陆倩 你 杀了 我转过身去 别 我跪 朱峰 惊豪 普通一声跪下 大龙眼疾手快地收了刀 我的膝盖不隐隐作痛了 我转回身 注视着这个 屁滚尿流的男人 无比愉悦 朱峰脸色清白一片 浑身都在发抖 被我践踏在的的尊严 令他眼眶通红 陆倩 你疯了吗 找黑社会来 逼你老公下跪 你怎么能这样 侮辱你老公 婆婆这时大叫起来 顾不得畏惧三龙了 朱峰却被婆婆 突然地大叫吓坏了 生怕惹怒了我 她盲缠笑 陆倩 我跪了 行了吗 咱们夫妻一场 不用那么狠 是我错了 我错了 我直犯恶心 这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呀 我冷笑一声 不愿再看朱峰一眼 看一眼都闲脏了眼 我快步走向了卧室 因为隐约听见了女儿的哭声 她可能被吵醒了 开门一看 女儿果然缩在墙角哭 她应该已经醒了一会儿了 偷听到我们在争吵 婉婉对不起 妈妈吵醒你了 我蹲下来抱她 心疼万分 婉婉反过来抱我 昂着脸泪水长流 妈妈奶奶和爸爸打你吗 没有 是我打他们 我将婉婉抱了起来 婉婉发愣 我用力咳了一声 阿龙 三兄弟静止走了 我抱着婉婉出去 婆婆正扶着朱峰查看 脖子上的伤口 朱峰还在发抖 被阿龙三兄弟吓傻了 见到我出来 婆婆不敢骂了 只是咬牙切齿 脸憋得跟个便秘的 癞蛤蟆似的 我提起婉婉的东西 走人 我不会放过他们 但现在婉婉最重要 走到楼下 迎面来了一个老头 他坐在电动轮椅上 满脸皱巴巴 双腿干垮垮 看起来心情不错 是我公公 公公早年 腿脚就不好了 现在看来是彻底贪了 我们碰面 晚晚害怕地缩了一下脖子 口中弱弱地喊 爷爷公公抬头看我们 勉强认出了我 惊诧道 陆倩 你回来了 你跑哪里去了 你害得我们家丢死人了 知道吗 我冷眼看他 他见我不说话 不由地脸色一沉 摆出了长辈的威严 你哑巴了 当初为什么离家出走 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丢光了 我以前好歹也是个小干部 多少人尊敬我 现在大家都笑话我 你知不知道 去泥马的 早死早超生 我一脚将轮椅踹翻了 公公惊叫着翻倒在地 跟个被石头压住的死耗子一样 一边挣扎一边喊痛 进去了又紧张又惊奇 这里看那里摸 还生怕弄坏了酒店的东西 显得小心翼翼的 我看着他瘦弱的身子和破旧的衣服 心里酸酸的 我的女儿到底吃了多少苦啊 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允许晚晚再吃一点苦 安顿好后 我带晚晚去用餐 吃上了五星级大酒店的晚餐 他吃的嘴巴都合不拢 吃着吃着又缩了手 怯生生地问我 妈妈这些很贵吧 我能不能吃 能 当然能 我别过脸去 不让他看见我眼眶中打转的泪水 吃饱喝足 我又带晚晚去逛街 买了十几套衣服鞋子 全都是他合身的 他高兴坏了 抱着我亲 可算有了小女孩的胶态了 深夜 我将女儿哄睡 拨打了一个电话 我表姐周月的电话 我父母早亡 娘家那边只有几个亲戚 周月就是其中之一 她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 我嫁给朱峰后 也只有她时常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每次都说好 实际上每次都黯然垂泪 这些年我忘记了不少事情 但还记得表姐的号码 不知道她换了号码没有 电话嘟嘟几声 接通了 谁呀 周月显然已经睡下了 声音有点哑 我又欣喜又难过 一张口眼睛就红了 表姐 是我 陆倩 啊 陆倩 表姐大喜过望 她立刻清醒了 要了我的位置 急匆匆赶来 我在酒店楼下等她 看着她从深夜的地势上下来 两人碰面 都有点不认识对方了 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抱住我 用力拍我的后背 陆倩 你跑哪里去了 我找了你好多年 周月说着就哭了 我也忍不住了 明明我很强大很无情 可现在只想依靠在周月的肩膀上 就像小时候被人欺负了 我都会找周月哭诉 他有时候会背着我往家里跑 后面是一大批丢石头的小孩 我父母早亡 是个野孩子 被好多小孩欺负 我们哭了 半赏才上了酒店房间去 周月便看见了熟睡的婉婉 这一看她大吃一惊 婉婉怎么这么瘦小 脖子上还有淤青 他妈的 朱峰一家果然虐待她 周月气闸了 她告诉我 自从我失踪后 朱峰一家就不怎么跟我娘家人来往了 怪我娘家人养了个丢人的儿媳妇出来 后来朱峰再婚 就基本跟我娘家人断了联系 周月想去探望 婉婉都找不到机会 上一次见面还是三年前 真他妈该死 一家畜生 怪我 我实在没想到婉婉这么可怜 周月自责不已 我不怪她 朱峰一家铁了心把婉婉当奴隶使唤 哪里会让娘家人去探望呢 我让周月别自责 她吸了吸鼻子 咬牙切齿 必须告他们 简直畜生 还有那个林文霞 肯定也使坏了 你失踪没多久 她就跟朱峰好上了 林文霞 我心脏猛地搅了一下 这个名字我再熟悉不过了 我最亲近的闺蜜 最好的老同学 就是她告诉我 有门到去缅北赚大钱 年入几十万 她还联系了缅北的朋友接应我 让我放心去就行了 当时我伤心欲绝 又太相信林文霞了 稀里糊涂就去了 我只给朱峰发了短信 说自己去赚钱了 年底回家 可惜到了那边 手机就被没收了 过上了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 足足七年啊 林文霞 长什么样 我声音压抑 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我闺蜜 我还有朱峰的微信 几年没说过话了 不过她经常在朋友圈 发林文霞 这女人长得尖尖细细的 我看着就不舒服 周月掏出手机给我看 我看见了朱峰 朋友圈里的照片 那个女人 白白净净 身材高挑 盘发含笑 可不就是我的好闺蜜吗 心脏再次绞痛 虽然我早已猜到是林文霞 害我 但我始终怀揣着一丝西迹 我希望林文霞并不知情 她也是被骗了 可现在 事实摆在面前 铁证如山 林文霞把我骗去缅北 想让我客死一箱 她自己勾搭上朱峰 她以前经常贬低朱峰 说朱峰除了帅亦无事处 让我别嫁 现在想来 她分明是看上了朱峰啊 婊子配狗 再加上两个老畜生 把我女儿虐得不成人形 好 好得很啊 我脸色极度阴沉 一言不发 周月被吓了一跳 欠欠你变化好大 她被我的表情吓到了 我忙收敛情绪笑笑 心情不好 你别介意啊 表姐 我想你带走婉婉照顾一段时间 等我把家里的事处理好了 再去接婉婉 家里的事自然是那婊子和狗 以及两个老畜生 周月猜出了我的心思 斟酌道 欠欠你实单力薄 不要乱来啊 要报仇 还是得从婉婉被虐待这里下手 我认识律师 你放心 我有分寸的 我打断了周月的话 如果是七年前 我肯定会走法律途径的 但现在 我没有心思走法律途径 太慢太复杂了 要收拾那一家畜生的办法多的是 我有人有钱 直接了当即可 周月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她先在酒店陪了我一晚 等一日晚晚醒了 她带晚晚走 晚晚原本是亲近周月的 只是太多年不见了 有些陌生了 她也舍不得我 一直哭 我抱住她安慰 晚晚你跟姨姨回家去 过不了多久 妈妈就去接你 住大别墅 晚晚擦擦泪 听我的 周月带晚晚走后 天色也大亮了 我站在落地窗前 习惯性地掏出一支烟 来抽 抽了两口就掐灭了 随后我打电话给我的 得力助手秦强 欠杰有何吩咐 秦强一如既往的恭敬 你帮我查查 朱峰和林文霞的情况 主要是工作方面的 我给秦强任务 他表示明白 这就着手去办 我揉揉脖子 提倦席卷心头 终于有困意了 我倒头就睡 睡到了下午 周月又来了 我有些诧异 问他怎么了 他给我看手机 倩倩朱峰知道 我见了你 他疯狂给我打电话 要求跟你通话 他怎么知道的 我回去后越想越气 发了朋友圈骂他 朱峰现在已经缓过气 来了不尿裤子了 他绷着脸张口道 陆倩你牛 找黑社会来欺负我们 花了多少钱啊 厉害哟 昨天还在尿裤子 今天就敢嘲讽了 那你怎么不报警 是不是怕警察知道 你们虐待婉婉的事 我讥笑 朱峰脸色一僵 哑巴了 旁边婆婆明显想臭骂我 不过强行好声好气 陆倩 你也真是的 回来就打人 不能这样的 知道吗 不过呢 妈不怨你 妈也 有错 我挑眉 玩味地笑 咋地了 我把你的脑子打好了 婆婆有些尴尬 眼中则满是怨毒 但她嘴上依旧好声好气 陆倩啊 你回来了就好 我们大家商量了一晚 还是决定原谅你 你毕竟也是我们曾经的儿媳妇 有意思 我继续听 看看她打什么算盘 陆倩 你带婉婉回来吧 妈还是认你 以后你就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是亲人 婆婆观察着我的神色 我盯着朱峰 说吧 你妈是不是被我打脑瘫了 陆倩 你别太过分 朱峰最在意 她妈当即黑了脸 婆婆拍了她一下 朝我笑 陆倩 是这样的 朱峰跟文霞买新房了 要搬出去 他们能力很强 很受公司器重 前途无量 婆婆说着都骄傲了 她可太喜欢林文霞那个新儿媳妇了 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回我们家住了 我们还是认你的 朱峰虽然再婚了 但不是绝情的人 她也愿意养着你和婉婉 昨天的事就一笔勾销了 大家都有错 我听得笑了 原来是朱峰和林文霞要搬走了 以后婆婆公共相依为命 一个是不干活的老太婆 一个是瘫痪的死老头 可太需要儿媳妇伺候了 没有十年脑血栓 你都想不出这法子 我哈哈笑 太尼玛好笑了 周月则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杂种 想骗倩倩回去当保姆 她妈的 一个死老太婆啥事都不肯干 那个死老头又贪了 倩倩回去不得累死 对 我回去肯定会累死的 我的婆婆 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厚颜无耻的人 周月 这是我们的家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婆婆气急败坏 朝着周月骂 周月反骂 老不死的东西 你吃屎去吧 你这一辈子也只配吃屎 还想倩倩回去伺候你 给你守灵还差不多 请问你什么时候死啊 婆婆被骂的脸都清了 朱峰勃然大怒 猛地一拍桌子 但她身后冒出一个女人 示意她冷静 我眼神瞬间冰冷 林文霞呀 她终于露头了 七年不见 她变化很大 没了当年的几分青涩 多了几分诚服 我盯着她 她也看着我 接着一息鼻子眼睛泛红 陆倩 你终于回来了 对不起 我没想到我朋友是骗子 当初你突然失踪 我朋友还说没见过你 林文霞不是绿茶 但演技很好 朱峰立刻搂住她的肩膀安慰 文霞 不怪你 你也是受害者 都怪陆倩自己太蠢 竟然相信 缅北能赚钱 我看她根本没有去缅北 半路就跟野男人跑了 骗我们说去赚钱了 婆婆补充 骂骂咧咧的 周月看不下去了 又要骂 我止住她 注视着假哭的林文霞 她偷眼看我 一脸洋装的愧疚 我择了两声 林文霞 你很久没有联系上 你在绵北的朋友了吧 林文霞一愣 什么 你是不是疑惑她 怎么突然没了声息 已经两年 没有跟你联系过了吧 我冷笑 你 你怎么知道 林文霞惊疑不定 因为两年前 我把她杀了 我开怀地笑 两年前 我已经跟随头目三个月 拥有了一点权力 立刻毫不犹豫地杀了 那个该死的男人 杀了 你开什么玩笑 林文霞压根不信 她知道我向来软弱可欺 天天被公婆辱骂折磨 怎么敢杀人呢 陆倩 不要废话了 我就问你 你愿不愿意回来 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婆婆失去了耐心 立声质问我 她不装温柔了 等你们死了 我会回去给你们收尸的 我迟笑 婆婆气炸了 生死历劫地辱骂 陆倩 你这个贱女人 你不回来最好 你把那个赔钱 货带走更好 以后 我们一家 就舒舒服服享福了 我告诉你 珠峰和文霞的工资 加起来一个月七八万 他们买的房子 在玫瑰湾 咱们城里最好的小区 哈哈你一辈子都住不上 气不气 婆婆骄傲又亢奋 多亏你失踪了 不然 我们还找不到 那么好的儿媳妇呢 你最好是死了 永远别回来了 婆婆的辱骂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她从来没有变过 我淡漠得很 看她如同看一个死人 林文霞在偷笑 垂着头掩着嘴 她身旁 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 突然冒了出来 轻易地依偎在林文霞怀里 然后学着婆婆的模样 吵我骂 快死快死 爸爸是我妈妈的 她才五岁 可 一脸凶样 哪里有一点童真 林文霞拍了她一下 安安别骂人 安安朝我做鬼脸 然后竖起中指不断笔划 臭八婆死八婆 爸爸是我妈妈的 你他妈的 周月实在受不了了 怒声大骂 林文霞立刻将视频挂断了 周月把手机砸床上去 气得头都晕了 她问我怎么办 要不要立刻请律师打官司 我心里很平静 愤怒和杀意波涛汹涌过后 是面对死人一样的平静 我会处理的 表姐你回去照顾晚晚吧 我笑了笑 周月还在气头上 咒骂朱风 一家不得好死 我把她送走后 安安静静去吃了点东西 等着秦强给我电话 晚些时候 秦强来电话了 倩姐 阿黎帮您相中了一栋别墅 在城东的玫瑰湾 五百多平方米 总价四千多万 秦强详细介绍了那栋别墅 我没怎么听 不过听见了 玫瑰湾 三个字 朱峰和林文霞的新房 就在玫瑰湾吧 以他俩的收入是不可能买得起 别墅的 估计就是买了个高层商品房 八成还是小户型 挺好的 拿下吧 我什么时候能搬进去 我迫切需要住的地方 并非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晚晚 我要给他大房子 再也不要他住纸箱了 阿黎说办好手续就能签合同了 最快三天吧 之后就能装修了 我们会尽快装修好让倩姐入住 秦强恭恭敬敬 我点点头 好 到时候派人来接我 另外 抓紧调查朱峰和林文霞的情况 我要尽快知道 明白 三天后 秦强亲自来见我 他思思文文的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夹着个公文包 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我知道 他心狠手辣 杀起人来可是毫不手软的 倩姐 这是别墅的手续 这是美容公司的相关资料 秦强将东西摆好 又摆出了一些照片和文件 此外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朱峰和林文霞的个人情况 秦强低着头 示意我看照片和文件 我闭目养神 让他说给我听便是了 秦强便说了 起来 朱峰和林文霞就职于文康保险公司 这家保险公司是本市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 主营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机动车保险 朱峰是精算部经理 林文霞是财务部副经理 两人属于管理层 秦强说了一大堆 我听得耳朵奇茧 别说了 我要他们被辞退 有办法吗 我打断了秦强的话 他点头 我们目前的美容公司是接手天使 美容公司而来的 而天使美容公司跟文康保险公司 有合作关系 合作方向是医美保险 我们给天使美容注入巨资 文康公司已经留意到我们了 昨天就邀请我们去吃饭 想继续合作 这倒是新鲜 还有医美保险的呀 既然对方邀请 那我们就去吧 我亲自去 以转告对方 我很欣赏他们公司的朱峰和林文霞 务必让他俩也去 好的倩姐 秦强安排妥当后 打了个电话 告知了赴约饭局的事 随后开着车带我去玫瑰湾看看 玫瑰湾不愧是我们是最奢华的住宅区 远远看去那些高层住宅临次致比 将一栋栋别墅三面环绕 而最后一面是江水奔流 很不错的江景别墅 几千万一栋的别墅在本市也是天花板了 我跟着秦强去看了别墅 打量了一下小区环境 还算满意 晚晚应该会喜欢吧 正期待着晚晚开心的样子 一声抱贺传来 陆倩 你怎么在这里 我扭头一看 不是朱峰 是谁 他牵着林文霞的手 拉着自己的儿子 身后则跟着婆婆 公公由于行动不便孤寂 没来 陆倩 你好巧哦 你来这里干什么 林文霞挽头发 眼神中的绩效掩藏得很好 婆婆则当场大骂 看见你真晦气 这玫瑰弯是你能来的吗 滚开 婆婆向来是视力眼 自家儿子在玫瑰弯买了房子 他可骄傲坏了 琴强脸色冰寒 手掌已经深入口袋 抓住了刀片 我拍了一下他的手臂 他才意识到这是国内 轻轻地抽出了手 恢复了丝丝纹纹的模样 我来看我的房子 我波澜不惊 林文霞扑斥一声 他儿子安安指着我嘲笑 死八婆臭八婆 你买不起的 爸爸说了 你回来了也得流浪街头 我们家不要你 你只能睡桥洞 略略略 我垂着眼帘看他 他明明才五岁 该是最天真的时候 偏生长得那般老 成 一脸横肉配上他鼻梁 还有那肉眼可见的 熊孩子气息 真是让人反胃 你以后会住桥洞的 跟你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奶奶 一起住桥洞 我嘴角翘了一下 安安气急败坏 甩着林文霞的手臂 妈妈打他 打死他 这个臭三八 林文霞脸色不好看 皱眉呵斥我 陆倩 你至于对一个孩子 这么恶语相向吗 他还小懂什么 我不仅要恶意相向 我还巴不得他死 我更加恶毒了 朱峰一家气炸了 婆婆冲过来就要打我 见女人 我撕烂你的嘴 你是不是不甘心老公被抢走了 故意来说恶心人的话 朱峰也因力骂我 陆倩 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人吗 我看你去棉北把脑子都搞坏了 你们没去棉北 脑子不也是坏的吗 我淡笑 婆婆更怒了 跟野猪一样冲劲 但被秦强一脚踹了回去 她滚倒在地 痛得惨嚎 打人了打人了 快来人啊 婆婆开始碰瓷了 小区内的保安赶紧过来了 同时还有一个正在附近的销售经理跑了 过来 他是奔着秦强来的 秦先生 怎么回事 您没事吧 经理对秦强客气到了骨子里 毕竟秦强可是买了几千万的大别墅 秦强玩耳 王经理别紧张 一点小矛盾罢了 对了 我旁边这位就是八号别墅的主人陆倩女士 她可以签合同了 王经理一听 眼睛直冒星星 一把握住我的手 您就是陆倩女士啊 久仰久仰 这边请这边请 合同早已为您拟好了 她太热情了 我自然不会拒绝 跟她去签合同就是了 婆婆本来还在地上哭嚎 见到王经理对我那么热情不由的傻眼了 朱峰也愕然 开口道 王经理 她 王经理回头一看 皱眉道 你们几位是什么人 怎么能在小区里闹事 地上这个阿婆快起来 别嚎了 婆婆赶紧爬了起来 朱峰则解释 我们是二十四栋 一千二百零四号房业主 之前买房的时候 也见过你的 王经理 嗷嗷两声 显然不记得了 他招过保安 请他们几位去喝喝茶 我先忙别的 他说完就带我走 林文霞回过神来 不敢置信地问 王经理 什么意思 陆倩买房 什么八号 别墅 几千万的豪宅他买得起 婆婆也追问 王经理有点不耐烦了 不过还是解释 对 陆倩女士购买了 我们玫瑰湾的八号别墅 现在要去签合同 几位自辩吧 王经理说完 不肯多说了 兴冲冲地领着我走 我走远了回头一瞅 朱峰一家人还搁哪儿 面面相去 阴晴不定 仿佛全家都死了吗 不知道往哪儿埋似的 晚上我回到酒店 让表姐周月带女儿 过来玩 女儿一下子就扑到了我怀里 眼睛又要红了 这才分开多久啊 晚晚妈妈买了大房子 装修好了 就让你进去住 以后你就是小公主了 我摸着婉婉的头发 住哪里都可以 只要跟妈妈在一起就好了 婉婉显然对大别墅 没有概念 她只对妈妈有概念 周月在一旁偷偷擦泪 然后她手机响了 接起一看 朱峰打视频来了 倩倩朱峰又来了 接不接 周月咬牙 我点头 你带婉婉去逛街 我接 周月带着婉婉出去了 我接听了视频 朱峰 林文霞 公公婆婆 安安 全都在 婆婆的大脸正对着屏幕 小倩呢 哈哈吃晚饭了吗 婆婆开口 就是热情地笑 朱峰和林文霞干巴巴的假笑 公公也笑 还让安安喊我 姨姨安安抿着嘴 不情不愿地喊了一声 姨姨安安死了妈妈 怎么突然认我当姨姨了 我善意询问 一群人脸色全变了 安安当场笔划终止 你妈才死了 你个臭三八 你奶奶就是我妈 她最好是死了 我点头 好死 婆婆帮不住了 盲身呼吸 朱峰则沉声开口 陆切你够了 我知道你怨我 但你当年无故失踪 我也没办法等你回来的 我得要个儿子免得绝后 对不对 别废话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听得烦 林门侠勉强笑道 陆切 你去缅北赚到钱了 别墅都买得起了 肯定赚了不少吧 当然 赚了十几个亿吧 思 几人全都变了脸色 难以置信 婆婆当场 化身笑面虎 热情地朝我招手 小切 你快 回家吧 以前都是误会 你现在回来 我保证把你当亲女儿一样对待 乖儿媳 爸不用你伺候 爸自己能动 公公也开口 伸长脖子看我 珠峰脸色变换不定 看看我又看看林门侠 林门侠 喉咙一动 再次问我 真的赚了十几亿 怎么可能 不信算了 不过现在钱没了 钱没了 哪儿去了 几人大吉 死死盯着我 买了别墅 剩下的都捐给山区了 这些钱是不义之财 我要捐出去 我理所当然到 婆婆一拍大腿 你个傻瓜 小切你糊涂啊 你 安安也算你半个儿子 你好歹给他留点呢 哈 安安算我半个儿子 爆笑如雷了家人们 我笑个不停 朱峰冷喝一声 够了 他耍我们的 买别墅 估计都是找王经理演戏的 给我们看的 就是就是 他一个废物 被骗去缅北怎么可能赚十几亿 没丢了腰子都算好了 林文霞也一口咬定 公公婆婆这才恢复了理智 对我又惊又气 朱峰再道 陆倩 本来你买别墅我还是信的 可你这样耍我们 摆明是心里不平衡 找存在感罢了 我不会信了 你就演你的戏吧 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 朱峰故意说 这种话激将我 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有十几亿 我耸耸肩 我能演一辈子 对 陆倩你就装吧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有个神秘的大老板 看中了朱峰和文霞的能力 吃饭特意点名他俩去陪着 他俩马上又能升职了 你气不气呀 婆婆又嘚瑟了起来 朱峰和林文霞相视一笑 都很自豪 我眨眨眼 寻思了一下 那神秘的大老板 不会是我吧 婆婆一家嘚瑟完后 直接挂了视频 周月回来 问我啥情况 是不是朱峰他们又骂我了 他们想探探 我是不是有钱呢 我只要有钱 安安都能认我当妈 我鄙视不已 婉婉赶紧扑到我怀里 怯声声开口 妈妈 我不要安安认你当妈 这小可怜 真是怕极了 我亲亲她额头 宠溺地保证 婉婉妈妈 这一世 只会有你这一个孩子 婉婉这才开心了 又跟我玩了一会儿 由周月带回家 去了 我也睡了个舒服觉 一日中午出门 坐上了秦强的车 倩姐 饭局已经定好了 在贵之食房 文康公司对此很重视 不少公司也在打探风声 对您很好奇 秦强一边开车一边笑 我点点头 很正常 我们这帮人出手太阔绰了 还接手了天使美容公司 搅动风云 虽然我不知道 秦强他们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但肯定是万众主目的 我的新身份就有了 海外归来的神秘富商 很快 我们到了贵之食方 我的女下属 阿黎带着五个人等着 阿黎曾经是头目最喜欢的女人 出生绵北的大户人家 被荡成金丝雀养着 使我拯救了她 释放了她的能力 倩姐 文康的人都在里面等着了 阿黎帮我开车门 我看了她一眼 笑问 这边的生活习惯不 习惯就是太舒服了 不够刺激 阿黎俏皮一笑 我们几人全都笑 进了包厢 文康的人全都起身迎接 热情洋溢 欢迎天使公司总裁陆倩女士 陆倩女士 你好 百文不如一件啊 陆倩女士请坐请坐 都是些客套话 我笑着回应 目光扫过十几道 面孔 视线定格在了朱峰和林文霞脸上 两人脸上的笑是僵硬的 跟其余人截然不同 甚至他们已经呆住了 仿佛被人一锤子砸成了脑瘫 陆倩女士 这二位就是我公司的朱峰和林文霞 一个地中海男人顺着我的视线 主动介绍了起来 陆倩女士原来认识我公司的朱峰和林文霞呀 看来我们两家公司很有缘分啊 另一个女人哈哈笑 我含笑道 当然认识 很早就认识了 是吗 难道陆倩女士早年 在国内发展过 一群人都好奇 这倒没有 只是我在潘仪区居住过 跟朱峰是老邻居了 她在我们潘仪欧可是个名人 我示意大家坐下 众人都坐下听我说 唯有朱峰和林文霞僵硬地戳着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朱峰确实住在潘仪区 那边是老城区 陆倩女士是潘仪人 地中海男人询问 是啊 我在那边住了好几年 每日里都听见朱峰辱骂殴打她的女儿 她女儿现在才久 岁 哎 从两岁开始就被虐待 天多冷都要洗衣服 还要睡阳台的纸箱子 嘖嘖嘖 全场哗然 笑声瞬间消失了 十几个文康 高层 对视 齐刷刷盯着朱峰 我继续道 这朱峰娶了林文霞 生了个男娃 那是宝贝的不得了 她爹妈也跟焕发了第二春一样 家里终于有人继承皇位了 那可怜的女儿就更可怜了 没了 妈妈 还被家里人虐待 街坊邻居全都心疼 坏了 我的表情很冷 包厢里的气氛也冷到了极点 朱峰终于有了动静 她大叫 陆倩 你想干什么 你瞎说 你瞎说 林文霞也慌乱地解释 大家别信她 她就是朱峰的前妻 为了能回家故意造谣抹黑的 她俩惊慌得很 但文康的高层们全都沉默着 目光打亮着我 阿黎突然将一份厚厚的文件摆在桌子上 郑老总 合同在这里了 预祝我们两家合作愉快 阿黎这一手很突兀 很奇怪 但郑老总是个人精 哪里还不明白 她哈哈一笑 再次握住我的手 陆倩女士 合作愉快 至于朱峰和林文霞吗 我们公司可容不下他们 对 这两人早有恶名了 只是没想到这么可恶 竟然虐待自家女儿 全行业通报 永不录用朱峰和林文霞 酒足饭饱 朱峰和林文霞早被撵出去了 双方合作愉快 我的新身份也落实了 天使美容公司的总裁 海外归来的巨商 文康保险的合作人 秦强将我送回了酒店 之后我们的事业 就要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晚 朱峰又给周月打视频 但我让周月不用接了 直接拉黑吧 这下日子就舒坦了 我坐等别墅装修好即可 在此期间 朱峰一家人一直想找我 可根本找不到 我见都不见 我每日里陪陪女儿 日子过得不知道多美 五个月后 秦强来通报别墅的装修进度 倩姐 别墅已经装修好了 家具购置好了 甲犬也除了 这么快 我有些意外 装修别墅可不是小事 很多时候都是以年来 算进度的 只要肯花钱 自然能省时间 秦强笑了笑 我竖起大拇指 干得不错 当日 我带上周月和晚晚回别墅 秦强跟随 晚晚进了 小区就紧张起来 拉着我的手 全是汗 偶尔看见巡逻的保安 都不敢多看 他被虐待太久了 心里早已有了创伤 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更别提出入这种豪华的地方 我心疼地将他抱住 亲了亲 晚晚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别怕 晚晚乖乖地点头 大目光一缩 吓得又躲回了我怀里 似乎看见了不好的东西 我侧头一看 看见了朱峰一家人 他们一家老小提着大包小袋 脸色晦暗 精神违米 正往小区外面走 周月大叫 快看 那群畜生 几个畜生 就发现了我们 朱峰和林文霞脸色一白 显然很怕我 他们完全不敢骂我了 婆婆却不怕死 丢下行李冲过来大骂 陆倩 终于带到你了 你还是不是人 你害得朱峰和文霞丢了工作 业内还封杀了他们 他们一点钱都赚不到了 房贷都还不起了 婆婆嚎叫着 浑身发抖 公公也划着轮椅过来 指着我骂 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吗 我们老成这样了 还要受苦受难 家里房贷 车贷全部 余期 朱峰和文霞 还被同行 歧视辱骂 找不到工作 可嗨嗨 你气死我了 你不是个人 两个老畜生骂得很痛快 周月回骂 活该 你们死了算了 哈哈 我告诉你们 倩倩身价过亿 你们就缠吧 还有倩倩的钱 以后都传给婉婉 家里的皇位 让女儿继承哦 周月是懂火上浇油的 两个老畜生 差点没气晕过去 朱峰和林文霞 可不敢骂我 他们知道 我的能量有多大 所以赶紧拉着 两个老畜生 灰溜溜地跑了 安安那个熊孩子 猛猛懂懂 回头朝我笔划中指 嘴里骂着死三八 我盯着他 这个熊孩子 真让人恶心啊 那个小男孩 很恶心 一直不吭声地 秦强说了一句话 看了我一眼 我也看他一眼 随口道 这种熊孩子 住桥栋是最合适的 秦强倾笑 我抱着晚晚 笑咪咪地回别墅去 我的小公主回家了 一日早间 一则新闻 冲上了本地头条 昨晚凌晨三点半 潘仪区145号发生火 灾 疑似煤气泄漏引起 索性 屋主一家尚未睡觉 及时逃离了出来 潘仪区145号 可不就是朱峰的家吗 他们一家 还不起房贷了 只能搬回老宅 结果当晚就起火了 虽然逃了出来 可家已经烧成了焦炭 显然 是秦强干的 我看了一下新闻的评论 发现现场怪众多 妈爷 我是他家邻居 昨晚吓死我了 恶有恶报啊 这一家全是畜生 虐待女儿的 昨晚着火 没有一个邻居救火的 楼下别人的奔驰都被烧了 还有他们邻居的房子 也被点燃了 哈哈 赔不死他 奔驰是我的 两百多万啊 我就回老家过一夜 烧没了 烧得好 可以赔死珠峰 一家了 我心情愉悦 去给晚晚做爱心早餐 这么多年了 晚晚终于能吃上妈妈 做的早餐了 晚晚开心坏了 也不会吃着 吃着就哭了 随着日子的流逝 他终于不再自卑敏感 也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了 他的身体也发育了起来 足足长到了一米三 而这仅仅用了半年 我再给他穿上好看的衣服 梳理整齐的绣发 他活脱脱的一个小精灵 妈妈我好看吗 他经常这样问我 美滋滋的在穿衣镜前臭美 好看 晚晚最好看了 我赞不绝口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晚晚就害羞又骄傲的笑 他终于不自卑了 门边 阿黎探头夸奖 小公主美得很 比我们绵北的公主都美 晚晚嬉嬉笑 我整理好妆容 拍拍晚晚的脸蛋 走 出发了 今天 我们要去探望姨婆 她八十大寿 特意让周月转告我 请我去吃饭 姨婆也就是我婆婆的姐姐 是朱峰那边的亲戚 说实在的 这半年我只跟娘家人来往 压根不见朱峰那边的亲戚 但姨婆比较特别 她跟我并不亲近 可她给过我和晚晚红包 我结婚时 生娃时 晚晚满月满岁时 可以说 我嫁给朱峰后 只收到过姨婆的红包 她有一次看我脸肿 还叹了口气 摸了摸我脑袋 姨婆人微言轻 又是穷人 在朱峰的家族里说不上话 但我觉得她真的很善良 所以她过寿 我要去 姨婆也在本市 不过住在城南的郊区 那一带工厂 工地挺多的 经常乌烟瘴气的 阿里开着麦巴赫 在这我和晚晚抵达了一处老街区 车子停下的时候 前面一大堆人 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我瞅见了好几张桌子 上面摆了酒水 就等上菜了 那些人就是朱峰的亲戚了 远远近近的的有二十来个 由于麦巴赫实在太耀眼了 二十几双眼睛全盯着我们 哇 好多人 姨奶家好热闹 晚晚有些兴奋 将马尾一甩就下车 我也下车 拉着她的手 阿里则去停车 前面的人群鬼异地安静了 这帮朱峰的亲戚 肯定已经知道我回来了 也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死八婆臭八婆 呼得一个小男孩 从人群里钻了出来 毫无教养地朝我骂 她灰头灰脸 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 还打着赤脚 一下一下地吸着敌涕 乍一看 还以为是哪来的乞丐 安安闭嘴 不少人呵斥 赶忙将安安拉开 我恍然大悟 原来是安安啊 难怪有点眼熟 不过才半年 她瘦成了死猴子 则 更丑了 叔叔阿姨 你们好 我和妈妈来看姨奶奶 晚晚无视了安安 她主动拉着我走向人群 落落大方的 人群又安静了 每个人都显得无比惊讶 谁不知道晚晚是个瘦小的可怜虫 平时连吃饭都小心翼翼的 何曾这么光彩夺目过 这是晚晚啊 欢迎欢迎 晚晚真是个公主 是我们朱家的宝贝 一个妇女热情迎接 众人全都笑了起来 纷纷来迎接我和晚晚 脸上全挂着产妹 我孙女来了 我孙女来了 一个老太婆冲出人群 一马当仙 可不就是婆婆吗 她看起来仓老了十岁 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 背脊更加弯曲了 显然这半年过得无比凄惨 晚晚立刻往我身后躲 她不是怕 而是讨厌 婆婆干笑不已 偷眼看我 厚着脸皮喊我 倩倩你也来了 跟我们坐吧 我跟你公公还有安安都在 你儿子儿媳呢 我淡漠得很 他们 他们在工地干活 哎 你是不知道啊 上次家里着火 什么都烧没了 还得陪人家奔驰和房子 算下来几百万啊 我真是命苦啊 辛苦一辈子 结果一场大火全烧了 还负债几百万 婆婆的眼泪说来就来 她故意演苦情戏呢 那稍挺旺的 我含笑夸奖 婆婆尬住了 然后拍大腿 追悔莫及 哎 我千不该万不该 找林文霞呀 她就是个祸害 谁家 娶了她谁倒霉呀 她现在还想离婚 想跑路了 真不是个东西 朱峰每天 做工做到吐血 她倒想抛肤弃子 想得美她 婆婆说着 都怨读了起来 我关切询问 朱峰 吐血了 是啊 她从小没干过重活 现在没公司要她 她又要赚钱交房租 养一家老小 我们在城南城中 村租了房子的 这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 再不交就要 被赶出去了 可怜我儿啊 累得吐了好几次 血了 婆婆说着 说着就哭了起来 我更关切了 那她去看了医生吗 医生说她什么时候死 婆婆又尬住了 身后的众多亲戚对视 没一人敢出声的 婆婆脸颊开始蜡红 硬着头皮假笑 倩倩你看我们家称不下去了 你能接近一下吗 你姨婆找你来也是想说 这件事的 我早就猜到了 明面上是姨婆请我来吃饭 被地里使朱峰一家 想方设法要见我 我沉思了起来 婆婆紧张又期待 拍着我手背 我的好儿媳呀 我们知道错了 你帮帮我们吧 要不你回来吧 以后我伺候你 我继续沉思 脸上涌起了异动的神色 婆婆不由地欢喜 又俯身跟婉婉说话 婉婉奶奶好想你啊 你跟你妈妈回来好不好 婉婉撇过脸去 一点颜面都不给 我则开口 哎 好歹也是一家人 我也不缺钱 这样吧 朱峰跟林文霞 以后去我公司当经理吧 一个月十万怎么样 啊 好好好 婆婆震惊了 连连说好 人群大滑 眼睛发亮 我继续道 至于你和公公 年纪这么大了 该好好养老了 我给你们一人一千万 再买套房子 请两个保姆伺候 可以吗 啊 好好好 婆婆惊喜地全身发抖 众亲戚更加哗然 人群骚乱不止 我拍拍手 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还是一家人 一家人一家人 肯定是一家人 婆婆拉着 我的手不放 生怕我跑了 是的 我再次点头 不过转眼看见人群中的 安安还在朝我笔划中指 我故意冷脸一喝 安安你有没有礼数 所有人都看向安安 安安一身 邋邋遢遢的 竖着中指半鬼脸 被众人一看不由地 吓了一跳 婆婆震怒交家 喝骂道 你个没教养的东西 你妈怎么教你的 给姨姨跪下认错 安安当即被骂哭了 鼻涕乱流 看着就恶心 我甩手一哼 算了算了 还是不当一家人了 这个安安 看得我好烦躁 我跟你们当不了一家人 说完 我拉着晚晚去看姨婆 婆婆脸色惨白 追在后面哀求 倩倩别这样啊 安安她该死 她是个小畜生 你别生气 别烦我 我说不当一家人 就不当一家人 朱峰和林文霞 继续搬砖去吧 你们养老自己解决 我懒得插手 我冷冽地瞪着婆婆 她吓得不敢追了 接着冲去揍安安 往死里揍 安安的哭喊声 响彻整个老街区 探望了姨婆 天色也不早了 姨婆并没有劝我 救济珠峰一家 她只是又给了 两个红包 一个我的 一个晚晚的 我也回了她一个 八万八的大红包 再抱抱她 回家 不巧的是 朱峰和林文霞回来了 两人听婆婆 焦急地说了一通 赶紧来追我 小倩 你等等 安安不懂事 是我们没教好她 她就是个畜生 我今晚打死她 你消消气 朱峰大喊着 一脸脏兮兮 手上全是伤口 林文霞好不到哪里去 她脸颊皱巴巴的 皮肤黑油油的 哪里还有以前的贵气 她追着追着扑通贵下 声嘶力竭地喊我 陆倩 我当年真的也被骗了 我们是好闺蜜啊 求你了 原谅我吧 好闺蜜 你在缅北的朋友 可是亲口跟我说的 你想我死 永远回不了家 我嘴角勾起 嘲讽地笑 坐上了麦巴赫 走吧 阿里 车子远去 后视镜里 是朱峰和林文霞绝望的脸 更远处 婆婆又抓住 安安揍了起来 揍得老得劲了 此后的日子 我再也没有关注 朱峰一家了 倒是三个月后 阿里跟我说了 他们的情况 倩姐 琴强恶趣味得很 一直盯着朱峰 一家 她说 朱峰在工地摔断了腿 跟她爹一样 瘫了 这下一家俩摊 全靠救济金度日了 您的前婆婆 没日没夜的 减废品 还经常被追债的人 堵住门吗 貌似有点 精神不正常了 那个安安天天 被打 后来被您姨婆收养了 现在乖巧得很 干啥都畏畏缩缩 您姨婆真善良啊 阿里嘖嘖有声 林文霞呢 我头都不抬 她最魔幻 朱峰摔断腿后 她拿着赔偿金跑了 朱峰就把她告了 她到处躲躲藏藏 逃回了西南老家 阿里说兴奋了 不由地擦了擦口水 然后呢 我挺好奇的 回了老家 她认识了一个帅气的东南亚 男人 竟然焕发了第二春 跟着那个男人去东南亚了 阿里快绷不住了 我也绷不住了 林文霞被卖到了最残酷的诈骗基地 他现在应该在疯狂打电话诈骗 骗到钱还好 骗不到就完了 以后还会二手转卖 卖给人当玩具 甚至是血奴役或者噶器官 则 完了完了 阿里都觉得有点残忍了 我再次敏查 不去想林文霞了 他就由自取 不值得同情 但他的遭遇多少让我有点感同身受 毕竟我也遭遇过 在那些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 有太多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了 比如当初的我 比如阿里 比如那些千千万万一辈子无法逃离的人 我这些年琢磨的事只有两件 一件事跟女儿重逢 一件事 阿里 我们在缅北留下的人和钱该用了 我看了看阿里 如今我的新身份稳妥了 公司也可以当作一个稳固的基地了 一些事就能办了 阿里立刻严肃起来 郑重点头 是啊 该用了 虽然我们力量有限 但能救一个人脱离苦海 救救一个人 就像我被倩姐拯救一样 去吧 我笑了笑 但愿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 能将那些黑暗炼狱 撕开一道口子 让微光照射进去吧 刚走进宴会厅 我就收到了闺蜜发来的信息 是一条朋友圈截图 我未婚夫沈旭十分钟前发的 这朵小花包 今晚要为我绽放了 佩图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羞涩靠在她怀里的照片 我收起手机 抬眼就看到了沈旭 她揽着个女孩 黑发血浮白裙 一双性眼干干净净的 纯得不得了 正是她朋友圈里那位 沈旭正哄人开心 手里拿着一枚夺目的大钻戒 要给人姑娘戴上 旭哥 您这是动真格儿了呀 有人调笑着开口 沈旭慵懒一笑 伸手捏了捏姑娘软嫩的脸 是啊 收心了 旭哥真不完了 不完了 没意思 沈旭话一落定那一瞬 满桌子人都看到了我 沈旭只是狠淡地看了我一眼 就一开了视线 她小女友倒有些好奇 沈先生 她是谁呀 她好漂亮啊 沈旭急俏笑了一声 我未来老婆 小女友文言立刻变了脸色 推开沈旭就要生气 沈旭干脆将姑娘抱到了怀里 逗得人小脸飞红 还真是可爱 满桌子人都有些怜悯同情地看着我 这是我和沈旭订婚的第三个月 这姑娘是她换的第四任女友 奇怪的是 这一次 我半点生气的欲望都没有 你们晚安 我有点事先走了 我收回视线 预备离开 沈旭漫不经心地抬眼看向我 她的眸色沉了沉 把玩着怀里姑娘的手 呈伤伤 我没停步 你今天走出去 我们的婚约就作废 她这句话倒是又把我逗笑了 我停了脚步 回身看向她 沈旭见我回头 嘴角就勾了勾 过来 坐我身边 沈旭 我定定望着她 心里想的 却是 原来我也没有自己认为的 那么喜欢她 我们解除婚约吧 呈伤伤 你说什么 沈旭谋色皱沉 一把推开了腿上的姑娘 沈先生 姑娘差点摔倒 不满地娇撑 滚出去 沈旭头也不回地低赤 小姑娘吓得眼泪连连 五脸哭着跑了出去 满场 鸦雀无声 一片死寂 我望着沈旭 平静地就像是对她寒暄 今天要吃什么一般 沈旭 我想好了 我们的婚约 就此作废吧 我离开时 隐约听到有摔碎东西的声音响起 但我没有回头 走出宴会厅 走到外面让人迷醉的春夜中时 我忽然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只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 因为婚约我申请了港城的大学 在这里三年多 我的世界好像永远都在围着沈旭转 父母家人都觉得我能嫁入沈家是天大的福气 可各种心酸只有我自己清楚 闺蜜打了电话 过来 又气又急 商商沈旭到底想干什么呀 她还知不知道自己有未婚妻了 她刚刚说明晚要在维港举行邮轮派对 还要放整夜的烟花 庆祝她新女友生日 我打断她 宝姨 要不要出来喝一杯 商商你最爱去的那家夜店 我们今晚玩通宵好不好 大学三年多 我一直是个听话的乖乖女 因为父母时时叮嘱我 不要行刹踏错丢了程家的脸面 不要坏了名声 被沈家不喜 真结才是你最好的陪嫁 但沈旭私下却和人说 程商商还真是内地来的老古董 和她接吻 半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你看 那些话多可笑 宝姨打了个酒格 指着面前一排男模大手一挥 商商你随便选 今晚姐姐买单 我脱了腮 很认真的打量着这些男人 说实话都很不错 但还没到能让我心动的地步 我有些异性阑珊的白白手 换人换人 不满意 商商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神仙呢 宝姨撅嘴抱怨 我赶打包票 全港城最帅的男公官都在这里了 我要那个 我忽然打断他 看向不远处 刚从楼梯上下来的男人 宝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瞬间睁大了眼 卧槽 商商这是真神仙 我坐直身子 直勾勾盯着那个男人 宽肩 窄腰 长腿 身材好得无敌 最重要的是那张脸 帅到极致了 不说 眉眼之间都是交金不逊 完全在我的神美点上 就你了 今晚陪我 我伸手指住那个男人 醉熏熏站起身走到他跟前 叫什么名字 男人微挑眉 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我 方才开口 容臣 我并没注意到 容臣身后原本站着的几个人 此时都悄无声息退开了 要不要跟我走 容臣唇角笑意更深 程小姐 我跟你走 我对他伸出手 容臣垂眸看着我左手中指上的订婚戒指 你订婚了 我这才想起戒指的事 只觉一阵恶心 忙摘下来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现在是单身了 容臣缓缓笑了 我的手被他握住 程小姐 我们今晚去呢 去呢 我一边没有目的地向外走 一边脑子里涌出的都是方才父母发来的那些话 伤伤谁准许你提退婚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 你快些去给审讯道歉 听见没有 保姆阿姨说 你现在还没有回公寓 女孩子夜不归宿名声都要毁了 你要是敢做丑事丢了程家的脸 我和你爸爸绝对饶不了你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一声 看向身侧的容臣 去酒店 你敢吗 容臣去洗澡的时候 宝姨给我发了很多照片和微信语音 宝贝 全都给你打探好了 她是今晚才来这里上班的 特别干净 所有的身体检查报告我都看过了 一个字一个字看的 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 宝贝 今晚好好享受 你马上22岁了 竟然只接过一次吻 真是好可怜 据我的经验分析 她今晚一定会让你很爽的 容臣推门出来时 正听到宝姨这一句语音 我手忙脚乱关掉微信 羞的耳根子都在发烫 容臣靠在门边 嘴角带了玩味的笑 程小姐 今晚你想怎么爽 我捏着手机 指尖都在抖 却故意摆出镇定自若的姿态 这是你的职责 问我干什么 容臣将尸毛巾丢在一边 走到我面前 她微俯身 双手撑在我坐的单人沙发扶手上 我的鼻尖甚至都差点撞到了她的胸肌 慌忙身子后 羊想要避开 容臣却把我抱了起来 那程小姐今晚好好享受 我一定会尽职尽责 让程小姐满意 但事情进展得好像并不太顺利 天快亮的时候 我呜呜夜夜哭着咬了容臣一口 我要去投诉你 给你差评 疼死了 容臣额上满是绵密的戏汗 闻言无奈地一笑 又低头吻我 她的嗓音有些色哑 对不起 是我做得不好 对不起 有什么用 你业务能力好差 我气得瞪她 眼睛又红又肿 委屈得不行 容臣地稳落在我眼角的尸痕上 宝贝 再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她也很无辜 毕竟我是第一次 就算经验和技术在高超 疼痛也是免不了的 但我现在很不讲理 要是再疼 我一定会去投诉 让你失业的 好 容臣掐住我的腰 另一手握住我的小腿 缓缓抬起 昏暗的光线里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容臣沉下 身稳住我那一瞬 眼底竟是一片温柔弥漫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这样放纵自己 我睡得并不安生 甚至比容臣醒来得更早 没有完全拉上的窗帘 透进来明亮的晨光 容臣的一只手臂紧紧地搂着我 呼吸平稳 睡得很沉 我看着她的脸 看了一会儿 方才轻轻拿开她的胳膊 可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她左手手腕上的龙蚊刺青 我几乎不敢置信 整个人都傻眼了 因为审序的缘故 我多少也听说过 港澳这边一些世家大族的事 这样的龙蚊刺青 只会出现在澳城容家继承人的手腕上 而容家 还有十分可怕的黑道背景 在这两地 可谓是一手遮天的存在 我不但把容家继承人当成了男魔 还把人给睡了 想到之前 港媒那里看过的 被黑道下了追杀令的女人 下场有多么凄惨可怕 我再也顾不上其他 连澡都没洗 胡乱穿了衣服跑出房间 直接订了回京的机票 天子脚下的皇城根儿 追杀令应该是下不到这里的吧 容辰醒来时 下意识摸向身侧 却只摸到了空荡荡的一片 睡意瞬间全消 容辰坐起身 看着遗落在床榻上的那枚珍珠耳钉 她忽然唇角倾勾了勾 呈伤伤啊 她可真是出乎她的意料 一个胆小羞怯 保守乖巧的内地女孩 她逗一下 都受惊的小兔子 一样立刻逃开的小古板 竟然会去夜店找男魔 还把人带回了酒店 可作风这样大胆的她 却又是第一次 容辰想到昨晚 她娇气得又是哭又是喊疼 又是咬她 挠她 偏偏她还能耐着性子哄半夜 最后倒是乖了 小兔子一样红着眼窝 在她怀里 看得她心软得不行 恨不得让她立刻给自己生一窝 像她这般可爱的小兔子才好 容辰攥着那枚耳钉 望着床单上一片刺目的红 只是现在很好 人又像从前那样 溜得飞快 她这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 堂堂荣家太子爷 被人睡了 又被人甩了 传出去 她连往哪儿搁 但想到她娇娇气气 哭起来可怜兮兮的样子 到底还是心软 容辰捞起手机 打了个电话 去给我查成伤伤 现在在哪儿 找到人给我绑 找到人后告诉我 我亲自去把人绑回来 容辰冷着脸挂了电话 起身下床时 又将染了血的床单也扯了下来 临近毕业 大多同学都在校外实习 我也向学校那边请了假 回北京后 我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酒店 只是住酒店的第二天晚上 我下楼取外卖的时候 看到大厅里有两个 穿黑色冲锋衣的陌生男人 总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有些时候女人的第六感 是十分灵验的 我想到澳城荣家那位继承人 想到那天晚上 我将荣臣荡城男模 带到酒店吃干抹净 想到他手腕上 那可怕的龙蚌刺青 只觉一阵毛骨悚然 荣臣是有这样厉害的手段的 就算我回了北京 他想要抓住我 却还是易如反掌 我固步地吃饭 连夜退房换酒店 出租车到了楼下 我从酒店大厅出去时 隐约感觉到那两个男人 好像也尾随我出了酒店 心中实在太惧怕慌乱 上车时 差点不小心摔了 一直到坐上车 车子驶出很久 后面也并未发现有人跟车 我的心才缓缓地平复下来 也许我多想了 荣家的太子爷 板上钉钉地继承人 也许根本就不会 把我这样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给放在心上 此时荣臣也接到了京城那边的电话 少爷 我们见到成小姐了 只是成小姐好像注意到了我们 很害怕很慌乱的样子 她很害怕 是 成小姐忽然换了酒店 刚才乘车时 还差点摔了 我们担心在跟踪下去成小姐会更恐慌 就暂时没有行动 荣臣攥着手机 站在摩天大楼的最顶层 整个澳城都在她的脚下 她坐拥一切 但这一刻 她却觉得心里有一个空洞 无法填平 程商商好像从第一次见她 就是这样 三年多过去了 没一点长进 依然胆子小得可怜 若不然 沈旭又怎么能把她欺负到这样的地步 只是从前 荣臣一直都以为程商商这个乖乖女爱沈旭 所以她很少来港城 也很少去打听她的事 只是那晚之后 荣臣的想法就变了 如果程商商真的爱沈旭的话 她就不会做出这样胆大包天的事情来 她更不会主动提出分手和退婚 毕竟沈旭家在港城 算是数得招的豪门 而程商商 若不是爷爷被定下的婚约 程家根本攀不上这门婚事 少爷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下属的声音再次响起 荣臣的思绪被打断 她望着脚下璀璨夺目的灯火 点了一支烟 沉声道 你们继续留在北京 留意着她那边的情况 行动谨慎小心一点 别再吓到她 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通知我 不准耽搁 荣臣挂了电话 蛇身走回办公桌前 她拉开抽屉 就看到了那枚珍珠耳钉 不期然的 就又想起那个夜晚 想起程商商眼泪汪汪地控诉她业务能力差 说要投诉她 荣臣不由又失效 而只要想起程 商商当时又娇憨又可怜的模样 荣臣就觉得自己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自从上次遇上那两个行为异常的男人之后 余下几日倒是风平浪静 在新酒店住了一周 无事发生 吊着的心松卸下来 我才忽然想起 自己当时满脑子都想着赶紧跑 把避孕的事给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在床上躺了足足半小时 才拿手机给闺蜜打电话 商商你还好吧 听说沈旭和她那个小女朋友已经分了 她昨天还在给我打电话 问我你怎么没有去学校 我看她是想要吃回头草 电话刚接通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宝姨已经鸡里呱啦 说了一大堆 等她说完 我才轻轻叹了一声 宝姨 我现在没心思 关心沈旭吃什么草 我只想知道 没有用避孕措施 会不会怀孕 电话那边 宝姨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发出了一阵尖锐的鸣叫 啊呀呀呀 商商 你疯了 你竟然不做错事 我闭了闭眼 我有什么办法 我从小就对所有的橡胶制品过敏 呃呃呃 这倒也是 但是 但是你没有吃事后药吗 事出突然 太过紧急慌乱 我真的忘了 现在才刚刚想起来 你们做了几次 这个很重要吗 很重要 我伸手抓了个枕头捂住脸 耗一会儿 才憋出来一句 好像是三次 宝姨又是一阵尖叫 哎呀呀呀 怎么才三次 她看起来那么厉害 不是应该一夜七次八次的吗 徐宝姨 我简直要气死了 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我到底该怎么办 去买试纸 测试一下 如果真的 怀了 怎么办 呈伤伤 你可千万不能犯傻 她只是个男模 如果真的 怀了 你必须立刻马上打掉 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想要打断她 告诉她 那个人不是男模 是荣家的继承人荣臣 但一想到宝姨的 大嗓门和大嘴巴 我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知道了 等下我就去买试纸 但是试纸还没买 我就感觉整个人有点不舒服 小肚子隐隐地坠着疼 去洗手间一看 果然有些许的出血 算了算时间 立嫁还有一周才来 这应该是提前了 但不管怎样 来了立嫁 就表明没有怀孕 我这颗心才算彻底落回了肚中 也许是身体不适 精神上压力太重 这次立嫁出血量很少 两三日就干净了 而此时 沈旭竟然从港城来了北京 父母让家中司机来接我回去 我本来不愿回去 但想到与沈旭的事情总要有个了断 到底还是收拾了东西上车回家 说起来 这还是沈旭第一次来我们家 之前订婚的时候 订婚仪式也是在港城举行的 但父母也并未觉得失礼 毕竟高攀了沈家 但沈旭这次来 礼数却做得很足 甚至还带了两车极其贵重的礼物 父母满面红光 喜不自上 就连一直在郊外养病的爷爷都被惊动 亲自赶了回来 我的车子刚停下 沈旭就迫不及待赢了出来 妈妈笑得何不拢嘴 商商你看看你 这样不懂事和阿旭闹脾气 阿旭还这样包容你帮你说话 伯母 您别怪商商 是我之前胡闹惹了 他不高兴 他生气也是应该的 我爸立刻道 年轻人哪有不爱玩的 男人吗 逢场作戏的市场有 是商商格局不够 不体贴你 总之都是我的错 沈旭看向我 眉眼之间都含着温柔 商商我认错 向你道歉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说真的 我很意外 毕竟沈旭明理 暗里找女人 不是第一次了 但他从来没有主动认错 低头过 更何况 我对他本就没有几分感情 原本微末的情分 也早已被他的薄情 和花心消耗干净 他此时这样深情 却只让我觉得心如止水 甚至说不出的厌恶 商商 沈旭见我站着不动 面上也无表情 他微醋眉 又上前一步 对我伸出了手 我看到了 他左手中指上的订婚戒指 想到那一枚 原该在我手指上的 早已被我丢入了垃圾桶 就如沈旭这个人一样 他也只配出现在垃圾桶里 我没有伸手 反而向后退了一步 沈旭脸上的笑 彻底挂不住了 我爸妈也变了神色 商商差不多得了 再闹下去 就是你不懂事 没教养 是 我不懂事 我没教养 我只是不想嫁给一个 三心二意的男人 有错吗 我刚才说了 年轻人爱玩是很正常的事 更何况阿旭现在已经主动向你道歉了 我只觉得心底一阵一阵的发寒 这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这个女儿 在他们眼里不是至亲骨肉 只是他们权衡利弊后 可以售卖出满意价格的货物而已 至于货物开心或者伤心 根本都不重要 我不想再忍了 我也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怨妇 我再次向后退了一步 婚约作废吧 上次在港城 我和沈先生已经说过了 说到这里 我看向沈旭 沈先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天你也说了 只要我走出去 我们的婚约就作废 沈旭面色渐渐沉冷 商商我们好好谈一谈 没什么好谈的 沈先生 您这样的出身 我成商商高攀不起 商商妈妈气得上前拽住我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 什么高攀不起 你和阿旭是未婚夫妻 吵吵闹闹也就算了 怎么就能退婚呢 阿旭你别生气 商商这会儿是钻了牛角尖了 等一下我告诉他爷爷 让老爷子动家法 狠狠收拾他一顿 沈旭闻言却计较笑了一声 不必了 阿旭 伯母 既然商商已经决定了 那婚事就做爸爸 沈旭说完 这才看向我 商商我和那姑娘早分了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天晚上 只是因为你一时让我没面子 我下不来台才那样说的 其实我从没想过和你退婚 沈先生如今再说这些 还有意思吗 沈旭也笑了 他垂眸 漫不经心地摘了戒指 行 那就如你所愿 他将戒指递给我 我并没有接 沈旭也没坚持 随手扔了 沈旭离开后 整个家里的气氛都低沉得吓人 爷爷坐在主座 不发一言 只是时不时地剧烈咳嗽几声 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爷爷才开口 既然放着这样大好的婚事 你不珍惜 那以后你就别怪我老头子狠心 商商你是成家的女儿 既然享受了成家给你的荣华富贵 自然就该为家族做出牺牲 你也知道 我们成家早就今非昔比 如今只是勉强支撑 原本想着你嫁到沈家 成家就能慢慢翻身 现在看来 是我们成家没福气 爷爷拄着拐杖站起身 事不宜迟 相亲的事情再张罗起来吧 爷爷我搬出成家 从现在开始 一分钱都不花家里的 我这辈子都不嫁人 我望着面前 暮气沉沉的老人 只觉得整个人都被压得 快要喘不过气来 行啊 那你把成家这些年 花在你身上的钱都还回来 爷爷望着我 笑得淡漠而又阴沉 不说多了 成家叫养女儿是很用心的 这二十来年 要你两千万不为过吧 两千万 成家十年前的资产 都没有两千万吧 拿不出来啊 拿不出来那就乖乖嫁人 总有人愿意出 两千万三千万娶你 成家养你二十年 不是为了养出 一个白眼狼的 成伤伤 做人可不能这样 没良心 我被锁在了家中 直到半个月后 家里开始张罗着带我相亲 但不知道 审讯的缘故 还是成家的亏空实在吓人 冤大头并不好找 好在此时 我要回港城准备 毕业论文和答辩 毕竟这个金光闪闪的 学历傍身 又能为我镀金一层 成家人还是很看重这件事的 父母干脆亲自陪我回了港城 沈旭的桃色新闻 已经漫天飞 听说她最近正在捧一个三线 女明星 珠宝首饰豪车别墅 不要钱地往人家身上砸 父母得知后 几次恨铁不成钢地责骂我 甚至有一次说得激动 还对我动了手 宝姨见到我脸上的指头印上时 气得全身都发抖 桑桑和他们断绝关系吧 这样的父母 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两千万 宝姨就算把我杀了一寸一寸卖掉 也卖不了两千万 我无奈摇头 心底却一片凄楚 桑桑可你这样 真的太惨 太可怜了 你该怎么办呢 我自嘲地笑 冥冥中好像有一种悲观的预感 这个巨大的深坑 我穷尽一生怕是都爬不出去了 伤伤宝仪忽然扯了扯我的衣袖 小脸惨白看着我身后某一处 你那天晚上点的那个男膜 找上门了 我下意识回头 正对上荣臣的视线 一瞬间 只觉头皮发麻 后背都尽数湿透了 根本来不及思考 身体比大脑更快做出了反应 我蹭得起身 抓了宝仪就跑 却没注意到面前的椅子 裙摆挂住 椅子扶手 整个人差点狼狈摔在地上 但荣臣比我动作更快 他伸手握住我手臂 稳稳扶住了我 程伤伤 你跑什么 宝仪目瞪口呆看着我 伤伤他他他他他 怎么连你名字都知道 荣臣抬眸看过去 只是狠淡的一眼 但宝仪立刻闭了嘴 我生怕荣臣在迁怒 宝仪 只能稳住 心神 强撑着开口 宝仪 你先回去 等我给你联络 宝仪想要说什么 但看着荣臣的气势 却又莫名犯怂 商商 那你赶紧回学校 别太晚 放心吧 宝仪离开后 我这才看向荣臣 荣先生 我们谈一谈吧 那天晚上的事 我很抱歉 我喝醉了 才会把你当成 我有些难以启齿 毕竟堂堂荣家太子爷 被我当成了男模 这简直是启齿大辱 荣臣第二天没派人追杀我 已经算是我走运了 荣臣却忽然 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眼底染了怒意 成商商 你脸上怎么回事 我一正 旋即想到脸上的巴掌印 心底的委屈无声无息 就泛滥开了 只是 这一切和荣臣又有什么关系 没事 我想要推开荣臣的手 但荣臣却不放 谁打你了 成商商 说 我莫名就红了眼 家里人打的 和你没关系 你别管了 他们逼你和沈叙 和好不成 又逼着你嫁人是不是 我惊住了 你怎么知道 震惊之余 忽而又想到 之前在京城 那两个行踪异常的男人 你一直都在 派人跟踪我 我原本以为 那天之后 荣臣的人就离开京城了 原来 自己的一切都在荣臣的眼皮子底下 成商商 我没有让人跟踪你 我只是 荣先生 我知道那天晚上是我错在先 我向你道歉 我却打断了他的话 荣臣这样的男人 我根本招惹不起 所以 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荣臣的手缓缓松开 他眼底的 怒气被另一种沉郁的情绪取代 所以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 对不起 那件事我真的很抱歉 所以 能不能接过不提了 接过不提是什么意思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不好 我红着眼看向荣臣 家里这些烂事 让我筋疲力尽 真的没有精力 再来应付荣臣了 荣臣没有说话 但脸色很难看 我咬了咬牙 再次开口 如果你想要报复我 那就报复回去吧 我都认了 报复你 荣臣仿佛被气笑了 但笑过之后 他眼底却又仿佛带了一丝落寞 程伤伤 你很想和我撇清关系是不是 我缓缓点头 我只求他能放过我 他没再说话 只是右抬起手 我以为他想要打我 下意识偏过了脸 可他的手指却很轻地落在了我脸颊的指痕上 程伤伤 你还是和从前一模一样 一点都没变 看起来胆小怯弱 却又一身反骨胆大包天 我亚然争谋 容先生 容臣却又自嘲地笑了笑 我真是疯了 程伤伤 疯了才会一直对他恋恋不忘 明知道他有联姻 对象 明知道他订婚了 却还没有死心 疯了才会在那一夜之后 疯狂地蒙生取他的念头 可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 从来没有注意到他 甚至根本就不记得和他有过交集 但他仍是控制不住地心疼他 担心他 看到他脸上的伤 他几乎想要杀人 可他不需要 容臣的手从我的脸上滑落 又向后退了一步 他最后看了我一眼 程伤伤 你最好祈祷自己以后过得好一点 我不太明白容臣这句话的意思 但他却也没有将话说完 容臣的视线收回 转身离开 走得头都没回 程伤伤过得好 他也许就慢慢将她放下 淡忘了 但如果他过得不好 被人欺负 他的心总还是免不了惦记着他 但这对于他自己来说 不至于一种凌迟折磨 因为他的惦念和心疼 程伤伤这个蠢女人根本不需要 回学校的路上 我收到了保姨一连串的微信 不是啊伤伤 一个做男模的 怎么能那么大的气场 他看我一眼我就怂了 对了他找你干什么 是想跟你继续 还是敲诈勒索 不过伤伤 他刚才英雄就美食 真的好帅啊 要不然你就把他包了吧 真的是神仙 极品了 泽泽姐妹吃得真好 我看着微信 有些哭笑不得 但和荣臣之间已经彻底了断 我也就给宝姨回复了一句 都搞定了 以后别提这是了宝贝 啊就结束了呀 可是真的好可惜呀 我看着手机屏幕 不知为何却又想到刚才荣臣离开时的背影 那样高高在上金贵无双的太子爷 竟也有落寞消沉的时刻 时间一晃而过 在一次的港城慈善宴上 爸妈不知从何处拿到了请柬 他们费尽心思想将我推销出去 甚至还花费重金给我买了一条高定礼服裙 只可惜宴会开始不久 当服务生端上新鲜的生鱼片时 我闻到鱼腥味就没忍住 当场就吐了个昏天暗地 宴会的主人生怕是食物或者酒饮出了问题 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将我送去了医院 只是任谁都没想到 我不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才呕吐 竟然是怀孕了 胎儿已经将近七周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走到现在这样的局面 如今想来 上次流血 应该只是孕初期少量出血 却被我误以为是来了例假 这孩子是荣臣的 我不敢想 如果成家的人知道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荣臣的 他们会怎样甜不知耻地扑上去 想要从荣臣的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伤伤孩子是谁的 我轻笑了一声 之前和沈旭闹分手 心情不好出去喝酒 当时喝醉了 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爸气得直骂 抬手就给了我两巴掌 程伤伤 你真是把程家的脸丢干净了 这孩子不能要 必须立刻做掉 这件事也不能声张出去 如果被人知道 你未婚先孕又跺过胎 哪个男人肯出大价钱娶你 我笑得眼泪纷纷跌落 嫌我丢人 那就断绝妇女关系啊 难不成这二十年就白养你了 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赶紧把手术做了 拿到毕业证就回京城嫁人 我没有婴生 心里却打定了主意 这一次 无论如何 我都要想办法摆脱成家 我被连夜转到了 港城的私人医院 手术会在晚上八点开始 选择私人医院 就是因为私密性强 可谁都没想到 我刚被推进手术室 医院忽然驶入了 几十辆豪车 为首的是一辆挂双排的汗马 无数的黑衣 保镖 冲下车 将我所在的那栋小楼围了起来 满面肃杀的荣臣拿着枪 一脚踹开了手术式虚眼的门 正准备数前麻醉的医生 下得手中针管都掉了 我惊得坐起身 荣臣却已经冷着脸走到床边 直接将我抱了起来 没有人敢拦他 门外站着两排持枪的保镖 我爸妈下得腿都软了 站都站不住 看到荣臣抱我出来 我爸财色缩着起身 刚想开口 荣臣抬眸 只是递了他一眼 我爸就闭了嘴缩在了墙角 是你们俩逼他拿掉孩子的 我爸不肯吭声 推着我妈出来回答 是是不是 我们也是为商商着想 毕竟他还年纪小 未婚先运说出去不好听 是啊是啊 女孩子的名声最重要了 荣臣垂眸看向我 我整个人还现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 没能回神 有些呆呆傻傻的 这么多年 我就得了这么一个喜欢的人 却被你们成家一次一次欺负成这样 荣臣的声调散漫 声音也很轻 但听在人耳中 就是让人莫名的脊背发寒 这 这位先生 商商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怎么会欺负她 欺负没欺负 我心知肚明 荣臣抱着我 缓缓向前走了一步 我爸妈吓得缩成一团 抵在墙地角落退无可退 他们是真的被这阵仗吓到了 毕竟荣臣的保镖 每个人手里都有枪 且看起来也不像是虚张声势 我们不敢了 以后真的不敢了 两人倒是实实物 能屈能伸 就差没跪下了 荣臣抬眼看向保镖 自有人上前将他们拉了起来 给你们纸条活路 明天在港澳京三地登报 断绝和程商商的妇女关系 这 这不行啊 不愿意的话 今天晚上你们俩谁都别想从这走出去 哦对了 还有 从今以后 这世上也就没有成家了 荣臣话音落定 保镖就立刻举枪 抵住了二人的太阳穴 我们登报 登报 明天立刻就登报 程商商以后和你们成家没有任何关系 是 她会是我荣臣的妻子 澳城荣家的少夫人 未来的女主人 澳城荣家 我爸 墨帝 睁大了眼 那一瞬间 我在她眼中看到了京剧 不敢置信 狂喜 而最终 这一切全都化成了绝望的泡影 他们一心想要让我攀附权贵 卖出一个好价钱 给成家续命 却没想到最终这一切成真实 却和成家半点关系都没有了 车行途中 也许是孕期是睡 也许是这一日的折腾实在让我疲累不堪 我竟就在荣臣的怀中睡熟了 直到车子停下 我困倦地睁开眼 车窗外是一片灯火通明 位于山顶的豪宅就如宫殿一样巨大 这是哪儿啊 我们的家 荣臣低了头 轻轻在我眉心期了一下 还困吗 困的话你继续睡 我原本想要回答的 可只点了点头 就又和上眼睡着了 荣臣无奈地笑了笑 抱起我 下车 他一路将我抱进主楼 上了二层的卧室 我睡得昏天暗地 一无所知 荣臣在卧室待了好一会儿 方才下楼 管家已经将房子里所有的佣人保镖 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叫到了楼下 荣臣看了众人一眼 方才正色开口 她是我未来的妻子 荣家未来的女主人 所有人闻言都惊了一跳 但却都规规矩矩地摒弃宁神 听着荣臣说话 你们平日怎么对我 就怎么对他 小姐如果醒了 第一时间通知我 荣臣说完 方才伸手拿了外套向外走 准备车子 我现在去见老爷子 这一夜我睡得十分香甜 好似活了二十来年 都没有这样舒舒服服地 睡过一个整觉 醒来时 已经将近九点钟 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可不知为何 我整个人却没有抗拒或不适的感觉 起床洗漱后 随便在衣柜里找了一条新裙子换上下楼 却发现荣臣正坐在楼下 见我下楼 她没起身 仍坐着 去吃点东西 你吃了吗 吃过了 荣臣说完 就收回了视线 继续看着面前的报纸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她的气色不大好 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憔悴 眼下好似都带着一片暗青 但我也没有多嘴询问 只是安静坐下 吃饭 荣臣的手落在膝盖上 不露 痕迹地揉了揉 昨夜她去见了老爷子 挨了十几下 家法不说 还在楼下跪了一夜 一直到早上六点才起身 虽然她身体底子好 但也架不住这样折腾 两条腿都要废了 但就算废了两条腿 她也心甘情愿 毕竟老爷子松了口 她取成伤伤这件事 也就有了七成的把握 余下三成 自然是在承伤伤身上 总要让人姑娘心甘情愿地点头 她从小到大都狂傲惯了 这还是头一次觉得做事胜算不够 她忍不住又看向餐厅那边 程伤伤正坐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吃肩蛋 侧脸看起来简直乖地不行 荣臣只觉得心软得几乎滴出水 就是这样一姑娘 把她的心给勾走了 却又不肯要她 但她却又拿她半点办法都没有 如今她肚子里还有了她的孩子 想到这里 她只觉得一颗心又酸又软又胀 真恨不得能立刻把程伤伤给取回来 才好 但却又硬生生地忍住了 万一再吓到她 把她吓跑了 就像那天晚上醒来 她就溜得无影无踪一样 荣臣不想再经历一次 眼睁睁地看着喜欢的人 从自己身边离开 却又没有办法把她留住 荣臣带我回了荣家老宅 见了荣家老爷子 那个传闻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我看来却也只是慈爱和蔼的老人家 也是见了老爷子后 我才知道荣臣为了我跪了一整夜的事 这小子从小就傲 从不服软低头 长到二十七岁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老爷子叹了一声 我知道 如果我不点头 他也绝对会和我杠到底 这样反而伤了我们祖孙的情分 不如就成全他 今天见到你 我心里就明白他为什么喜欢你了 可我不明白 我和荣臣只是因为那一夜的错误 才有了交集 我也不会傻到相信 他因为一夜情就爱上了我 但不管怎样 我心里对荣臣的认知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 想到那天下楼 荣臣坐在那里没有起身 当时我心里其实还吐槽了一句 太子爷 架子 真大 如今想来 他是因为双腿 疼得实在没办法 站起来的缘故吧 现在都过去两三日了 荣臣走路时偶尔还有些不适 从老爷子书房出来 我忍不住轻轻拽了拽荣臣的衣袖 你的腿是不是还疼 荣臣垂眸 看着我攥着他衣袖的手指 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 好多了 但是走路的话还是很疼 擦药了吗 总是忘记 没按时擦 那我以后每天提醒你 按时擦药 荣臣的嘴角 好似微微 勾了勾 然后 在我松开手 那一刻 他却反握住了我的手指 好 那你每天都提醒我 但每天提醒 到最后 却变成了 我每天都按时帮他擦药 三次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这人惯会得寸进尺 甚至还苦肉计地 哄着我 主动亲了他一次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我和荣臣的关系 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 邀请宝姨来家里做客时 这丫头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直到荣臣去书房办公 她才双眼亮闪闪地拉住我 激动的音调都变了 所以商商你那天晚上 睡了荣家的太子爷 姐妹你不愧是我姐妹 怎么可以吃得这么好 你第一次点男膜 就点到太子爷呀 我什么时候 才能有这样的好福气 你快告诉我太子爷 睡起来 到底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天赋一禀 异于常人一夜七次 我哭笑不得 拿起一个葡萄 塞在宝仪嘴里 你也喘口气 别把自己噎死了 亏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妹 你却瞒得我好苦 太子妃 殿下 当年的风太大把老奴 和你吹散了 现在老奴好不容易找到您 您可千万不能撇下老奴了 我被他逗得失笑 却又忍不住 红了眼 轻轻抱住了他 宝仪 我来港城后 只交了你这一个朋友 但你却是我最好 最宝贝的朋友 不管以前我什么样 以后我什么样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你好讨厌啊 桑桑 怎么突然就煽情起来 搞得我也好想哭了 我掉眼泪 宝仪也跟着哇哇地哭 荣臣在楼上听到动静 差点没吓死 下楼看到我们俩抱着头哭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声音都有点发抖了 桑桑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荣臣把我拉到怀里 小心翼翼地问 没事啊 荣臣 我和宝仪只是说得太开心了 真的没事 荣臣看看我 又摸了摸我威龙的小父 这臭小子没闹你吗 我们一直没有去验性别 但因为我运气反应有点大 荣臣就认定了我肚子里 是个男孩子 所以才会这样闹他 而他不大喜欢男孩 一直都和我说 他只想要一个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儿 他今天可乖了 我软软瞪了荣臣一眼 老师说宝宝是臭小子 宝宝在肚子里听到也会不开心的 宝仪起身拎了包夺路而逃 我先走了伤伤 这狗粮快把我噎死了 我看着宝仪跳脱跑远的身影 不由幼孝出生来 最好的友情 最好的爱情 好像一夜之间都被我拥有了 以后让他少来 荣臣把我抱起来放在膝上 他一来 你就只围着他转 都不管我了 哪里有 宝仪也是第一次来 总之你不能偏心 我哪里偏心了 那你亲我一下 呈伤伤 认真亲 不准敷衍 我看着面前的男人 捧住他英俊到 让人眩晕的那张脸 与他对视 他黑钥匙一般的同人深处 映出小小的我 也只有一个我 我心底不由泛起甜 仰脸吻在了他唇上 荣臣的手插入 我浓密的发丝中 又扣紧 渐渐加深了这个吻 我给荣臣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个眼睛和小嘴长得像我 而眉毛鼻子像他的女儿 女儿满月的时候 我们在国外一座漂亮的海岛 举行了一场婚礼 婚礼即将开始前 我竟意外接到了沈旭打来的电话 荣臣有些吃醋 站在一边抱着女儿 不大高兴地看着我 我玩耳轻笑 安抚地捏了捏他的手指 方才接听 沈旭 有事吗 商商你在哪呢 我好想你 我去找你好不好 沈旭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消沉 我攥住荣臣的手指 他吃醋地想要抽走 却被我攥得更紧 反复几次 他也就乖乖任我握住了他的手 我刚出月子 在办婚礼啊 你要来的话 记得带上红包和礼物哦 谢谢电话那端 瞬间一片死一样的沉默 而我没有再等沈旭 说话 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 将这个早就被我遗忘的号码 拖入了黑名单 我放下手机 站起身 荣臣将女儿放在小车上 紧紧抱住了我 我不喜欢你喊别的男人名字 好 以后都不喊了 我也不喜欢你和别的男人说 这么多的话 好 以后只和你说这么多的话 桑桑我很爱你 我知道 我也爱你 但是我爱你更多 更早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你刚来港城上大学时 我在你们学校见过你 第一次见到你我 就想追你 但你吓跑了 我一脸茫然 根本不记得 还有过这样的事 刚来港城念书时 确实有人追过我 但因为婚约的缘故 我全都拒绝了 而平时也都很注意 和男生保持距离 我吓跑了 你做了什么 把我吓跑了 我就是把车 停在你宿舍楼下 然后 让十个保镖 一人抱了一束花 荣臣 有些不自在 你们女孩子 不是都喜欢花吗 我笑得前仰后合 却也终于想起来了 这件久远的被我遗忘的事 我还想起 当时我和宝怡 还凑在一起 分析了很久 最后得出结论 这个男人好可怕 必须离他远一点 哪有这样追求女生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要绑架 人家呢 而且 如果和这样的男人 谈恋爱的话 将来要是提分手 说不定会被分尸扔到海里 宝怡说 他手腕上还有纹身呢 肯定是浑黑社会的 刚来港城 尚且年纪小的我 自然是吓得桃之夭夭 年少时 惯爱以貌取人 可现在方才明白 那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伪君子 才是最讨厌的 比如沈叙 而荣臣 我忍不住点起 脚吻他 他是我这辈子 捡到的最大的 最宝贵的宝藏 程商商 你要做我的妻子了 开心吗 我用力点头 荣臣 我很开心 我会努力 让你一辈子都开心快乐 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程商商 荣臣很少有这样认真的时候 差点都把我弄哭了 你别招我 等下哭了妆绘花的 荣臣很小心地把我睫毛上的泪珠浮掉 好 我们商商不哭 我们商商今天要做最美丽的新娘 可我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的腰还有些粗 本来我是不愿意 产后一个月就办婚礼的 但荣臣实在等不下去了 没关系 那我们回国后再办几场婚礼 澳城办一场 港城办一场 再去北京办一场 你疯了荣臣 我只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娶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 荣臣再次抱住我 在我耳边轻声道 商商你不会知道 此时此刻 我有多么幸福